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二百八十一集 什么是地下城啊 显然,白利洛也是十分的感兴趣 林玉霄说道 古名思义,就是在地下的一座小城 没有人知道它确切入口 如果你要进去的话 只需要去寻地下城的使者 然后蒙住眼睛进入地下城 并且到了里边啊 不能以真容示人 必须要戴上面具 总而言之啊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鱼龙混杂的 什么东西都有 各种稀奇古怪的美食 更是数不胜数 还有真奇古丸等等 江云飞眼睛一亮 说道 现在就能去吗 可是 林玉霄看着满桌的海鲜 还没吃掉一半 实在是不忍浪费 江云飞说道 这些我们可以分了 打包回家去啊 林玉霄听爸点了点头 啊,行 一行人喊了小儿进来打包 去地下城玩 带着一帮的仆从 未免太过招摇不方便了 白丽露便吩咐白管家 带着仆从回去 他自己同江云飞和林玉霄 一同去即可 啊,什么 小姐,您要去地下城 哎呀 而且要同这位才认识 一个时辰不到的陌生男子去 您知道地下城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咦,白管家您去过 当然 您要去的话 小的管不着 但至少得带几个人一同去啊 否则遇到什么坏人 那可如何是好 那个地方 鱼龙混杂 若是一个不小心 您 哎呀 白管家欲言又止 这时 这时林玉霄吃饱喝足 拿湿毛巾擦了擦嘴和手 起身说道 白管家是吧 你放心 我带你们家小姐好好地去 好好地回 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就到西街的林府去寻 哦 林府 你是林志贤的什么人 啊 他的独子 哦 原来是林公子啊 放心了吧 那我们就走了 这回啊 白管家再无意义了 原来是林府家的公子 难怪生得如此俊美 那林府的当家老爷 娶的可是当年柳州城的第一美人啊 可惜红颜薄命 刚生下林公子几个月就病逝了 柳州城的一棵大柳树下 摆了一个卖豆腐花的摊位 林玉霄 令着兴奋的江云飞和白丽落 走上前 同卖豆腐花的老婆婆对着暗号 两个黄梨明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暗号对了 老婆婆看了她身后的江云飞和白丽落眼 说道 哎哟 林公子 您这回怎么带了两个姑娘家 那地方可是豺狼虎豹出入之地 您就不怕弄丢了 江云飞和白丽落互相看了一眼 暗自惊讶 竟然叫人看出来了 进去不是要戴面具吗 大不了我多出两个钱 让你们那儿的护卫跟着 这样不就安全了吗 以前又不是没有女子进去过 老婆婆拿出了三个眼罩来 戴上吧 我带你们进去 江云飞他们上前 接过眼罩 学着林玉霄的样子 把眼罩戴上 眼前一片的漆黑 睁开眼睛 也看不见半点的亮光 这眼罩的遮光效果 还真是好啊 跟我来吧 忽然 手背之枯燥的手给牵引住了 拉着江云飞往里头走 云飞 白里落喊着 在哪 江云飞连忙应着 这样蒙着眼睛 把生死交到他人的手中 心里真是惊慌的厉害 别害怕 建了地下城 我们就能摘掉眼罩了 不知走了多远 引路的人停了下来 你们可以摘下眼罩了 江云飞伸手 把眼罩摘下 发现四周是一个狭窄的通道 在前方是一个石门 哇 真的在地下 白里落 欣喜地伸手摸了一摸旁边的石壁 同江云飞说道 云飞 我好像才感受到你说的单身日的刺激是什么意思了 这样的地方也太好玩了 老婆婆伸手敲面前的石门 敲了好一阵 好像是一个暗号 里面得了暗号 这才打开了石门 明亮的光线从里面照耀出来 随之一起的还有各种嘈杂的声音 进去吧 多谢了 老婆婆 林玉霄摆了摆手 首先踏入了地下城 江云飞和白里落并趴着一块进入 守门人伸手拎了十几个木质面具过来 搭着哈欠说道 啊 你们看看选哪个 林玉霄伸手拿了个青面獠牙的面具戴上 江云飞和白里落一个个面具看了过来 一个个都是丑不辣气的 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呢 来这个 林玉霄摘下两个面具来 一个是青面狐狸面具 一个是红面狐狸面具 看着怪异倒不至于丑 多谢 江云飞和白里落分别戴上 守门人把手中的面具往旁边一扔 拿钥匙开了木栅栏门 说道 进去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千万别把面具摘下 林玉霄可没什么好人 要是让人盯上了在外头出了事 我们可不负责任 我们只管你们在地下城的安全 啊 知道了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喜欢往夸张里边说 里边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些人呢 会带小孩来玩的 哦 你经常来 当然了 这里边有一条美食街 近朝各地的美食 在这都能吃着 我带你们啊 先去转一圈看看 啊 三人往里偷走 进入了一个大门 眼前的一切 豁然开朗 无敌的宽敞 各种如地面的街市 就在眼前 里面灯火通明 放眼望去 都是戴着面具的人 有女子戴着面纱 神秘美丽 也有小孩 戴着年娃娃的面具 追来追去的玩 还挺好的呀 没你们说的那样恐怖 林玉霄 却是坏坏一笑 谁家会把孩子 带这儿来玩啊 你方才不是说 有人会带孩子来玩吗 自然是框你玩的 那些孩子都是孤儿 那小呀 在地下城长大的 等将来长大呀 就会成为这些守门人 或者外边的引路人 说话间 人先到了林玉霄说的美食街 林玉霄带着他们俩去吃了 他最推荐的美食 果真是美味极了 只是方才在海鲜楼吃多了 美食再多也有些吃不下 江云飞边吃着烤羊排 边说道 这个地方还是不错 可李你说的刺激好玩 似乎差了点 林玉霄嘀笑着说道 继续往前走啊 我们才走着十分之一的地界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2集 再借着往下走 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衣服 是镜巢各地的衣裳样式 好看而且布料上层 爱美的白莉露当即包园了场 几乎每种样式都来了一套 江云飞也选了两套 能在日常穿的衣裳 还有啊 禁书 竟是在明面上售买的书籍 江云飞喜欢看书 当即选购了一大堆 还特意塞了两本图籍在书堆里 付了钱之后留下了地址 届时地下城的人会送货到地址出的 再往下还有各种古玩 这个地界很多人走来走去的 逃有价值的玩意儿 谁要是火眼睛睛就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这地方可不得了 之前有好些人呢 逃到了价值连城的宝贝 转手卖了 直接是一夜暴富啊 你们俩要不要试试手去 江云飞和白莉露 急急地摇头 他们没这个心绪 更没这个眼光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接下来的地界啊 就真的让江云飞大开了一番眼界 竟然有很多的夕阳玩意儿 有夕阳镜啊 琉璃物件 还有坐钟 更有竖琴等玩意儿 还有之前江云飞见过的衣裳和书籍 不过这些衣裳和书籍都是夕阳人的 江云飞当即买了不少的夕阳书籍 打算拿回家后慢慢地看 这些鬼话服你认得吗 卖东西的人说道 这些可不是鬼话服啊 是其他地方的蚊子 江云飞笑着说道 不认得 但是见着西齐就买回家去 反正也不贵 江云飞买得起劲了 他同白利落说道 利落 这些洋装也不错 挺好看的 你要不要买一件来穿 白利落立即摇头 面上难以接受 我穿不来这样的衣裳 江云飞倒是有些怀念的摸了摸 毕竟这些外国人的衣裳 跟后世他穿的裙子有些相似 还真是有些怀念后世的生活呢 买好了吗 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错过入场时间可就没法进去了 拍卖会 这里还有拍卖会啊 都拍一些什么啊 你怎么好像挺懂这些啊 以前来过 就是听人说起过 走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地下城拍卖的东西种类很多 并且呢 没有规定 所以大家都喜欢来 为的就是这份惊喜感 说话间 林玉霄带着他们进入了一间 酒楼样式的楼里 一进去 马上来人 引了林玉霄进雅间 你以前来拍卖过 酒楼里很是安静 说句话还有回音呢 这里面的人都能够听见 江云飞不得不压低声音 第一次到地下城来过 这是第二回 你们不是说要玩刺激好玩的吗 好玩的就是外边那些 刺激的就是里边那些 三人坐定 透过沙莲 他们可以看到四周 有很多的雅间 一个个窗口 全部对着底下那个圆台 那里便是拍卖的站台了 会有多少人 在雅间里有了隔音 江云飞 这才变回了正常的声音 大约四五十人吧 这个地方挺大的 拍卖会要开始了 四周开始点灯 台下一片的亮堂 忽而走出一位大幅翩翩的中年男子 他站在展台的中央 向上拱了拱手 冯某人 再次感谢各位老爷 立临地下城 你们都是地下城最尊贵的客人 我们地下城将呈出最稀有的真品 供大家挑选享用 今日第一个竞牌物品 十全大补丸 由宫廷与李盛亲手调配而成 所有药材都是难得一见的供品 七牌价一千两 我的个乖乖啊 江云飞金得不行了 这种地方不是他这个小老百姓能过来的 一千两买一颗十全大补丸 他这全副身家才有多少啊 偷偷观察了眼 身旁的白利落和林雨霄 因为在屋内摘下了面具 两人神色未动 好像听见了一千两 就跟他听见了一文钱的反应 是差不多的 果真是富贵人家呀 不能比 哎呦 真的是不能比呀 谁比谁气死 外面的叫价声 此起彼伏 毕竟是宫廷于一所致嘛 在外面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此时不强更待何时 江云飞若是有钱呢 他也想买 买回去给李氏补补身体 最后啊 这颗十全大补丸 以五千两的价格成交了 第二道的排品是千年人参 热度也不低 这个年头啊 有钱的人 无非就是想身体健康一些 这些药材最是他们所好 地下城的负责人深暗此道 接下来的排品 就是一些珍贵的古玩了 江云飞不懂这些 就是听个热闹 听外头那些有钱人 疯狂地抢来抢去的叫价 一边暗自择舍 有钱人的世界 他真是不懂啊 以前不懂 现在也不懂 接下来拍卖的是珍贵有名的书画 又是引起了一顿的风强 拍到手的客人满意极了 地下城 穿得盆满钵满 后面的几件拍品 就有些发散可乘了 拍的是各地的宅子和土地 再接着 竟然还拍卖一些捉来的动物 在后市买卖这些动物 可是犯法的 但在古代 并没有这样的法律 哇 好可爱的熊 圆滚滚的 我真想要一只 白迪洛刚说完 就已经举手喊下了 直接把架喊到了顶 把那只 关在笼子里的圆滚滚 给拍了下来 好可爱啊 白迪洛 开心奇了 我要给他建好大一个圆子 江云飞 望着展台上的笼子里 那只可爱的圆滚滚 心中复杂 这他娘的是国宝啊 他们拿出来这样的拍卖 心不会疼吗 哎哟 好了 以上便是我们地下城 所有的拍品 众所周知 我们地下城 有个压轴的节目 哈哈 相信你们之中 有很多宾客 便是为了这个压轴的节目 而赶制此地的 什么压轴节目 江云飞和白莉洛 都有些好奇 忍不住地问林玉霄 林玉霄 面色有些不好 啊 也结束了 我们走吧 为什么走 不是还有压轴节目吗 相信我 你们不会想看的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三集 为什么不看 既然来了 当然要看完再走啊 站台上 冯某人大声地喊道 来 让我们请出 今晚的极品美人 哦 不知从哪儿 传来一阵的乱吼声 听得出来 喊出声的人 都是相当的兴奋 江云飞和白莉洛 一脸的莫名其妙 地下城呢 每场拍卖会的压轴节目 就是拍卖人 上一次我来时啊 被拍卖的是个 十四五岁的少年 听说拍走他的人呢 是个有权有势的老爷 江云飞的脸色 顿时变得煞白 被买卖的感觉 他最为清楚了 当初他穿越过来 不就是被关在笼子里吗 等着被挑选 卖出去 我们走吧 江云飞按住了 莫名发抖的手 同林玉霄和白莉洛 说道 哦 白莉洛点了点头 大家戴好面具 一起离开了包间 屋外守折的侍女 剑霸十分的惊讶 三位公子就离开了吗 压轴节目才刚开始呢 累了 想早点离开 啊 这边请 侍女没有多问 赶紧伸手引路 带他们离开 刚下了楼 地下城的仆丛 正推了笼子上台 一个很大的囚笼 上面蒙着一块白布 在烛光的照耀下 里面被困着的人 身形绰约可见 光从身形来看 就知道是个美人 江云飞 没法再看下去了 转身离开 刚走两步 忽听得一阵惊呼声 有人大喊 哦 果真是个 我见有脸的美人啊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江云飞回头望了一眼 只是一眼 整个人愣在了当场 诶 怎么会是张年夜 张年夜 反手被束缚在了笼子里 人昏昏沉沉 似乎被用了迷药 一身裙裸打扮的她 美若天仙 江云飞知道 她一向极美 可没想到 律师粉带之后 竟是如此的光彩夺目 怎么不走了 带上这位被拍卖的女子 是年夜 真的是年夜 她怎么在此 我们来柳州之前 她就失踪不见了 找了她许久也不见人 未曾想到 她竟然会拐骂到这里来了 果然 美丽的女子 都是危险且命苦的 张年夜从来都是善良的 可命运却对她十分的不公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遭遇这样的危险 走 我们回去 一定要把年夜救出来 既然是朋友 我也定然会鼎力相助的 江云飞他们三人 重新回到了拍卖的包间 开始竞拍了 张年夜的起拍价是一万两 如此人间角色 若能够收拢到身边 一万两不亏 身侧屋里的人议论纷纷 瞧着可真是可怜啊 这样一个绝色女子 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唉 自古女子红颜薄命 都是命啊 唉 你还别说 这女子长得可真美 比起当年柳州第一美人 毫不逊色 还是差了点的 你当人家柳州第一美人 是吃素的吗 没见过她那儿子 简直就跟她一个 母子里刻出来一样 当真是迷倒众生 林玉霄听了个全部 玉面抽了抽 迷倒众生 什么鬼形容啊 一万零一两 立即有人跟着竞拍了 听着声音 像是个年轻的公子 压轴节目的气氛 非常的热闹 方才喊价的人 立即遭到了嘲笑 嘿嘿 喊多一两银子 你怕是要笑掉大牙吧 我喊一万一千两 哼 一万一千两成什么能啊 我喊两万两 两万零一两 喂 谁家毛头小子出来捣乱呢 毛都没涨气呢 跟大爷我抢什么美人 我喊三万两 三万零一两 年轻公子继续跟道 哼 五万两 五万零一两 包间内 江永飞听到这个价格 面上焦急 可是没办法 他没钱负担 如此高额的拍卖费 林玉霄 侧手过来 望了他一眼 说道 别急 我们先观望一下 等他们两个博弈结束后 我们再看看 嗯 江永飞点头 心里还是担忧 害怕救不到张年夜 眼睁睁的看着张年夜 跳入火坑 八万两 八万零一两 外面的博弈还在继续 隔壁间又聊了起来 这哪家的败甲子 买个女人花八万两 还要往上走 回去怕不少被打断腿 哟 不会是柳州第一美人的儿子 林府的公子吧 原先知父大人和那些各名公子 如今可都到大牢里去了 如今就只有他了 他可是我们柳州 有名的不务正业的公子哥 整日就职到吃 然后混迹于乐房 青楼这些地方 可是有些不太像话 是啊 怕不是要把他那死去的娘 都给气活了 隔壁间是越说越过分了 林玉霄书的起身说道 我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江云飞心不在焉的点头 林玉霄出去后不久 隔壁传来一阵杂东西的声音 之后一切就安静了下来 林玉霄回来之后 心情似乎好了不少 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到十万两了 我的天哪 这些人都疯了吧 我 我们还喊价吗 十万两白银呢 这要怎么才喊得出口呢 十万零一两 这时那位年轻的公子 再次叫价 暴躁大爷的声音响起 这一回不是抬价了 反而说道 大爷我是甘拜下风了 再美的人儿太贵了 我也舍不得银子 这一回就让与你吧 风某人在展台上喊道 十万零一两 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价了 江云飞望了林玉霄和白铃洛一眼 话到嘴边有些说不出了 要是远亲在就好了 他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这时林玉霄点了灯 喊道 十一万两 江云飞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他竟然喊价了 他竟然为了他这个 才认识不到一天的人喊价了 江云飞感激万分 林玉霄的人也太好了吧 江云飞脑子飞速地转动着 拟定赚钱的计划 以后一定会分期把这笔钱 还给林玉霄 能还多少是多少吗 十一万两 有没有更多的了 无人应声 之前一两一两家的那位年轻公子 也没再出声了 十一万两一次 十一万两两次 十一万两 十五万两 呼得楼顶上有人点亮了身侧桌上的油灯 喊出了这个天价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四集 十五万两 还有人喊更高的价吗 他的声音在炉里回荡着 四周响起一片的窃窃私语 猜想 不知是哪路人物啊 竟然花十五万两 买一个女子 有没有更高的价了 暴躁大爷的声音没再响起 年轻公子的声音也没有响起 江云飞转头看着林玉霄 林玉霄苦笑着说道 啊 抱歉 恐怕我没法帮你了 十五万两已经超过我的极限了 我只有一万两银子在身边 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然 我先出去寻百管家 让他去跟我爹说一下 没准我爹拿出来十五万两 至少能凑齐十五万两 十五万两不是个小数目 仗义的小辈或许能够慷慨拿出来助人 可对白老爷这样一个酒精商场的生意人 真的会对一个陌生人出手相助 来不及了 拍卖结束后 必须在半个时辰之内 交付针尖白银 否则拍卖无效 楼中无人响应 十五万两一次 风某人开始倒计时 准备结束拍卖 他喊得很慢 还在观望 期望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对于那些真正的有钱人来说 十五万两不算什么 忽而被绑在笼子里的张年夜醒了 他的眼睛慢慢地睁开 在辉煌的烛火下 毛子领动 如林间的小鹿一般 他看向四周 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声音如空谷幽蓝 挠着在座 每一位近拍者的心 动起来的美人 更令人惊艳 自古英雄爱美人 这里坐着的都是人上之人 谁又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呢 我出十六万两 我出十六万六千两 十七万两 二十万两 放开我 张年夜挣扎着 绳子将他的手腕 勒出了淤青来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一双碱水秋筒般的毛子 蓄满了金银的眼泪 此番楚楚可怜的模样 谁忍不喜呢 三十万两 后而有人直接喊价 把价格一下提高了十万两 方才还浮躁地进拍楼里 顿时安静了下来 大家看着点亮的那盏灯 认出是之前出十五万两 那位人物 果真是大手笔呀 还有更高的吗 冯某人仰着头 高声地问道 江云飞难过地低着头 在绝对的金钱和权势面前 他微不足道地 像只蚂蚁一般 即便这里是落后的古代 那也是残酷的现实 残酷的令人无奈 白丽洛和凌玉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都安静了下来 这不是他们能够博弈的场面了 三十万两 这可是一个县 好多年的税收啊 这样大的树木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 可是一笔巨宽 最角落的一个包间里 灯是灭了的 只在生活点内 展昏暗的灯 足够食物 哎呀 别喝了 一旁 前天又拿着酒壶 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 自我嘲弄地说道 不喝酒 坐肾哪 我这样的人 有什么用啊 平日里还总在你面前冲大头 可你看看 我连个人都不能救 就连家家 都只能一两一两的家 再多 我也付不起啊 方才 一直一两一家的年轻公子 便是前天又 透过沙连 前天又看着被捆绑在 囚笼里的张年夜 心中像是刀割一般的疼 疼得她 整个人快要死去了一半 西远青低叹地说道 哎 我和云飞来到柳州之前 张姑娘就已经失踪了 全村人都在找 找了几天几夜 甚至我和云飞来到柳州后 我们也一直在找 可是 怎么也没想到啊 她竟是被绑到了这种地方 前天又 拿着酒壶又是一阵的猛贯 恨不得此刻就醉死当场 三十万两 还有更高的价吗 封某人 身手示意展台上的张年夜 笑着说道 哈哈 仅仅三十万两白银 就能够买下这位绝代风华的美人 这样的秦国秦城的美人 可是不多见的 错过了 以后就难了 瞧定吧 三十万两的高价 你们地下成就知足吧 张年夜低垂着头 啰气着 原来她被绑着 是因为要被当货物一样的被卖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只是出个门去菜地摘白菜 好让娘给全家做一顿早饭 都是这张脸的错呀 从小到大只会给她带来麻烦 张年夜越想越难过 哭得越发的大声了 哟哟 这美人怕是不愿意呀 即便不愿 那也是我们地下城的人 我们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钱天佑被哭声扰乱了心神 她再也忍不住了 一边大口地喝着酒 一边往楼下走 就连面具都没戴上 哎 天佑 西元清急忙跟上 可一出门 就不见了钱天佑的影子 这家伙跑下楼去了 她赶紧加快了脚步 去阻止钱天佑 生怕她会在地下城里闹事 毕竟柳州城水深呢 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不是他们这些平民百姓 可以胡乱闹事的 哎呦 这小姑娘哭得真是可怜啊 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你干脆拿点钱出来 买下这个可怜的姑娘吧 嘿嘿 我哪有钱呢 我的钱都在我夫人那里 若是说买别的女人 我以后还要不要过日子了 嘿嘿 你还说你不惧内 西元清路过这间半场开的屋子 正好听见了声音 她顿住了脚步 往里面瞧了瞧 三十万两一次 地下城的冯某人 又开始倒数了 三十万两两次 江云飞低下了头 眼眶发热 叹气不止 心想只能回去找远青 让他想想办法 或许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能够救到年夜呢 三十万两两次 三十万两三 砰的一声 忽然迎面飞来一个东西 一声巨响 砸在了冯某人的脚下 碎成了无数片 原来是个酒壶 江云飞抬头望去 惊呆地望着黑暗中走出的人 是个黑发蓝衣的少年 身心有些熟悉 再定睛一看呢 天哪 竟然是前天佑 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前天佑几步冲了上去 挥起拳头 狠狠砸向了那个姓风的 冯某人惊地呆住了 脸上直接挨了一拳头 拳头力两只大 直接把她砸倒在了地上 哎呦 冯某人捂着巨疼的脸 惊叫了一声 眼睁睁看着那个少年 冲到了囚龙前 一脚将囚龙门给踹开 然后弯腰 解开了囚龙里 绑着被拍卖女人的绳子 哎呦 这事要打起来了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五集 冯某人捂着脸颊爬了起来 哎呀 你是哪家的公子 怎么乱打人呢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岂容你胡来 前天佑几这股蛮劲 扯开了绑着张年夜的绳子 将张年夜从丘龙中扶了出来 你简直是胆大包天 竟敢来地下城闹事 冯某人一声高喊 来人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拿下 呼得无数的守卫 从黑暗中现身 团团地将前天佑和张年夜围住了 我们快下去帮他们 江云废书地起身 捏紧了拳头 白狸落目光呆呆地看着楼下 怎么帮 寡不敌众 我们去了 也只会把自己搭进去 林玉霄起身 我陪你去 也许帮不上什么忙 总比他们两个这么势单力薄的好 江云菲点了点头 转身往屋外走 面具也不戴了 同林玉霄一起下楼 住手 林玉霄带着江云菲冲进了人群中 与前天佑他们站到了一块 他高声地喊道 想欺负我朋友 先过了我这一关 地下城的负责人冯某人 走上前来 喝退了守卫之人 他看着林玉霄说道 哦 林公子 您这是凑哪门子热闹 我说了 这位姑娘是我的朋友 您不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 您如果要带走这位家人的话 就必须真金白银地出来 三十万两一分不少 林玉霄大声地说道 我哪有三十万两那么多银子呀 您可是林府的公子 百年经商世家 怎么会连三十万都拿不出呢 那是我爹的 又不是我的 冯某人的脸冷了下来 严肃地说道 林公子 李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您要是再步一步扰 我就把你和这些人 一块处理了 三十万零一两 我家大人出三十万零一两 买下这位美人 呼得楼上有人大喊 大家抬头 只见一间靠角落边上的房间 点起了灯 一个仆丛撩起了布料 向楼下大喊 啊 大人 楼中的诸位都坐不住了 不知那屋子里坐的是哪位大人 封某人仰头望着楼上 公寿说道 小人斗胆慰问 不知楼上那位大人 是哪位大人 我家大人 便是前些日子新上任的知府 钱大人 楼上的仆丛说道 各个包间的众人 结议论纷纷 就是那位从地方线上提拔上来的知府大人吗 听说这位知府大人 可是了不得呀 曾经可是年纪轻轻 就中了状元 还入了汉林院 就是不知后来得罪了什么人物 被贬到了地方上任一个县令 国真有本事的人 就是被贬到再偏远的地方 也会发光的 这不没过多久就升迁了 冯某人高声地说道 三十万零一两 可还有进家的买主吗 知府大人的仆从喊道 嗨呀 你就直接倒数吧 说吧 他四下望了一圈 极为傲慢地说道 各位 我看谁敢跟咱家大人抢女人 诶 你怎么说话呢 这话要是传到夫人的耳中 怕不是你家大人我以后得日日睡书房啊 屋中作者的潜意低声地说道 咱家夫人最爱心瞎仗义了 她若是在的话 恐怕要砸了这肠子才肯罢休呢 嗯 你说的也是 卢中鸦雀无声 柳州城内谁敢跟知府大人过不去啊 怕是以后不想好好做生意了 前天又欣喜万分 是他堂兄啊 嫡系迈的堂兄 年夜终于是有救了 冯某人叹气一声 挥了挥手说道 哎 退下吧 一众守卫通通的退下 冯某人开始倒数 三十万零一两一次 三十万零一两两次 三十万零一两三次 成交 恭喜钱大人还得此次的家人 冯某人一口气不停歇地直接倒数完毕 把张年夜卖给了钱一 随后 冯某人大声地喊道 诸位宾客 今日的拍卖会便到此为止 感谢诸位光临地下城 展台上的灯一盏盏地灭了 只余下两盏照明的灯 不亮不暗的 冯某人走了过来 伸手倾道 这位姑娘 请随我过来吧 瞒着 他不必去 我又姓钱 那位钱大人是我堂兄 我去跟他说 这位姑娘 绝不给他做歉 冯某人笑了笑 双手交叠 放在身前 啊 那 自然是可以的 如今这位家人是钱大人的 全凭钱大人做主 跟我来 前天又拉住张年夜的时候 带着他一起上楼 江云飞和林雨霄连忙跟上 白丽落也跟在他们的身后 人刚到门边 就让一众侍卫拦住了 来者何人 前天又上前 拱手说道 在下前天又 家父钱正 我家一脉 与钱大人一脉是宗亲 哦 等等 侍卫打量了前天又一眼 转身进了屋中 没过一会儿 侍卫出来 说道 啊 我家大人说了 既然你忠情于这位家人 就把这位家人带走吧 我家大人 也是受人所托 帮了一个小忙而已 谢堂兄 谢钱大人 前天又大喜 激动地抓着张年夜的手 说道 太好了 听到没 你现在自由了 没人再敢欺负你了 啊 我以后 我以后也绝不会让人再欺负你了 张年夜 眼睛红红 望着钱天又 点了点头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若是要道谢 以后你有的是时间向这位钱大人道谢 江云飞提议 大家一起往外走 现在面容都已经暴露了 干脆就不戴面具了 天又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远轻呢 钱天又看了看四周 说道 原先是在的呀 刚才我下楼 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上来呀 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见了纪远青从楼下走来 与他们撞到了一块 远青 江云飞加快了脚步 几步就走到了纪远青的身边 纪远青伸手 拉住了江云飞的手 哎呀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跑到这样的地方来 你不也来了 嗨呀 能一样吗 我是男子 你是女子 来这种地方 太危险了 江云飞抓着纪远青的手 后怕的说道 幸好我们来了 否则你也就遭殃了 哎 等等 身后有人喊道 一众人顿住了脚步 回头望去 只见是钱大人的侍卫 追了上来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六集 我堂兄他还有事吗 前天又忙问道 师位上前 望着纪远青的方向 说道 啊 纪公子 我家大人说了 他这次帮您救了这位姑娘 五日后 大人在府内设宴 请您务必按时参加 纪远青拱手 啊 请转告钱大人 在下必定前去 世卫得了回复 立即转身便走 这时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钱大人说 受人所托 这个人 就是纪远青啊 没想到 他跟钱大人的交情 这般好 有时候 人脉可比钱重要的多了 一群有钱人 疯狂地抬价 还不如知府大人的一句话呢 直接压得他们 无话可说 江云飞行人 在地下城守卫的带领下 离开了地下城 此时 楼上还有个包间的灯 没有熄灭 里面正坐着 前天又的爹前老爷 和白利落的爹白老爷 而这个房间 正是之前喊出 三十万两高价的房间 若不是知府大人出手 他们就将张年爷买下了 哼 你儿子是什么情况 白老爷气得不轻 你儿子马上就要 同我家离落成亲了 日期就在后日 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帖子也发出了 如今 他却跑到这种地方 就一个女子出虎口 扮演什么狗屁英雄救美 你就说 他到底有没有 把我们家里落放在眼里 你们前下 有没有把我们白家 放在眼里 前老爷 欠声连连 啊 我家那混小子 就是爱打包不平 他心里是有离落的 也绝不会辜负离落的 哼 他那个样子 像是心里有离落吗 白老爷脸色铁青 支支窗外说道 也方才没看见我女儿 都被挤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家里落 从小到大 从没受过这种委屈 你敢说你们家儿子 没对那个骚乎力 动过心思吗 前老爷 反其道而行之 嘿嘿 就算是有 又如何呢 我是绝对不可能 让他去 那个下贱的女子的 家中 不过是地理刨石的 一见到有钱人家的公子 就迈不动脚步了 这样的女子 怎么同大家闺修的离落比呢 等我回去之后 立马让天佑把他打发走 白老爷听了这话 心里不是滋味 哼 你要知道我家离落 不是非你家天佑不可 想去我家离落的大户人家 有的是 就算你们前家 家族渊源深厚 朝中有关又如何 你们不过是旁之 嫡系的风光 与你们何干 是是是 白兄你说的是 哎呀 素日里 你也见着两个孩子 之前的感情了 我们家天佑心里 肯定是有离落的 今日 不过是被那女子 迷了眼睛 只要将那女子 纵得远远的 不就没事了吗 哼 你看着办吧 总之 我不希望我们家 离落成亲之后 受我什么委屈 是是 前老爷 脸上堆着笑说道 出了地下城 眼前一片两堂 适应了好一会儿 才能够完全地 睁开眼睛 看清楚四周的景象 去我家吧 前天佑说道 一旁的林玉霄 抱全辞别 既然人已经叫出 我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江云飞看着他 点了点头 林公子 你这次仗义相助 我莫齿难忘 以后若是有机会 一定会好好感谢你一番 他在柳州停留的时间不长 还挺难有这个机会的 但是恩情 还是要记在信中 啊 我也没帮到什么 后会有期了 说完林玉霄转身 潇洒地离开了 街上人多 张年夜让江云飞 搀扶着走 才没走上几步 就晕倒了下来 幸好站在一旁的 前天佑 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张年夜 去我家吧 我家离得近 家中又有大夫 不病了 我们直接去医馆 前天佑一把抱起张年夜 大步地往前走 去寻一处医馆 白离落脸上的落寞 明显可见 江云飞也瞧见了 上前安慰 你们马上就要成亲了 现在去你家 确实不大方便 天佑他这人说话就是这样 你不要往心里去 嗯 白离落 僵硬地点了点头 大家一块追着 前天佑的脚步 进了一家医馆 大夫看过之后 幸好张年夜 只是惊吓过度 又身心俱疲 一下体力不支 晕了过去而已 并没有什么大碍 看过大夫之后 前天佑叫了马车 先跟张年夜 上了车 我就不去了 媒婆说 新郎和新娘成婚前 不宜见面 我还是先回去吧 白离落站在门廊下 对着马车底的 前天佑说道 前天佑 没有回应 白离落 善善地笑笑 后日 我在家里等你来 你一定要 好好保住尸体啊 走吧 车里的前天佑说话了 话 却是对着 纪远青 和江云飞说的 江云飞 抚了抚白离落的肩头 我先去前家别院一趟 等晚上的时候 再到你那里去 你好好照顾年夜 她受了很多苦 也需要人照顾 江云飞点了点头 随后扶着 纪远青的胳膊 上了马车 马车 咕噜咕噜地往前走 逐渐地消失在了街角 白离落脸上的笑意 一点点的脸去 取而代之的是 阴质和怨恨 小姐 原来你在这儿啊 哎呀 我找了你好久 白管家 领了一大帮的仆从 快步地走来 待走近之后 连忙弯腰说道 白离落 收回了目光 望着白管家 忽然上前一步 抬手趴地下重重打在了白管家的脸上 你说怎么办事的 哎呦 小姐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白管家捂着阵阵发疼的脸说道 我方才在地下城 见到张年夜 很不巧 天佑也在 他把张年夜救出来了 现在带回前家别院了 这 哎呀 我也没料到啊 还以为地下城早就处理了 况且 我也阻止过您 是小姐您 哎 怎么 你办事不力 还要怪奇我来了 啊 不 不 是小人的错 小人认罚 也罢 我倒是想瞧瞧 在天佑的心里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七集 前天又不爱自己 白利落早就知道了 尽管他自己 可能还不太清楚 他没法忍受 自己喜欢的人 竟喜欢一个农家女 农家女有什么好的 小家子气 土气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这样的女人 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在意识到真相后 白利落难以忍下 输给张年夜这口恶气 便叫白管家 派人把张年夜绑走 并且私下处理掉 没想到白管家这个猪 竟卖到了地下城去了 毁了他的计划 前家别怨 前天又把自家房间 让给了张年夜 让他歇息 但是张年夜的精神状态很差 在陌生的地方 始终高度紧张 无法入眠 偏生的身体又是累极了 江云飞本来要守住张年夜的 可前天又硬是霸着窗边的位置不动 没办法 江云飞只好把房间让给了他 让他去守着张年夜 这时江云飞和纪远青在屋外的院子里相互算账了 说吧 你跟那个林玉霄是怎么认识的 以前在梅花书院有过一面之缘 梅花书院 吉远青眉头一皱 仔细想了想 说道 我从未在梅花书院见过他呀 你是何时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就是那次啊 显然 江云飞还没意识到某人已经吃醋了 并且心情大为不爽 就是陪你去书院教书修的那天 你跟林院长在书房说话 我自己到处转了转 在后院见到了他 哦 你们说了什么 吉远青的语气有点沉重 什么都没说啊 你不知道吧 他竟然是林院长的侄子 哇塞 这个世界还真小 看来你对他印象不错呀 嗯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个反差那么大的人 原先还以为他是不染凡尘世俗的哲仙 没想到是个喜欢美食又特别仗义的人 吉远青接下来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他没法再问出那句 为什么你们之前要牵手 在地下城看到林玉霄牵着江云飞的手 一同站到包围圈中 一起并肩作战的模样 哎 真是要把他气坏了 哎 你不要问我和他了 江云飞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晓得你跟那位前大人认识 但是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啊 原来以为年夜要完蛋了 我们也要跟着完蛋了 没想到那位前大人看在你的面子上 竟然出手相助了 哎 等等 江云飞突然反应了过来 人家刚刚升任知府 原先也只是一个小县令 凤禄有限 他帮你 也没道理拿三十万零一两出来帮你吧 这三十万零一两 我们出 哎 我的天哪 那知府大人竟拍下年夜 要知府的三十万零一两 我们要还到什么时候去啊 就算你以后当上官了 有很不错的俸禄 要凑齐三十万零一两谈何容易啊 你也不能去当贪官啊 季远欣抓着江云飞的手 放了下来 哎 你先冷静冷静 不用我们出这三十万零一两 啊 知府大人出吗 嗨啊 知府大人家中有祖产 拿出三十万零一两 肯定不在话下 但问题是 他就算拿出 地下城 也不敢收这三十万两银子呀 为什么 江云飞不明白了 竟拍做买卖 不能来个大人 就赔钱吧 这个知府大人啊 管着整个柳州城 以及柳州城以下的县和镇 地下城 很多东西都是违禁的 比如拍卖活人 若是奴隶也就罢了 可张姑娘她不是奴隶呀 她是有户籍的 被拐来的人 地下城 干了这样的事情 让知府大人撞见了 会不会被抓捕 以后地下城 还能不能开张 都是个问题呢 你说 她还敢收知府大人的钱吗 哦 原来如此 还是你的脑袋瓜子好使 吉远青望着她 认真地说道 哎 男人的头是不可以乱摸的 啊 这样的吗 那我记住了 哎呀 原来古代人有这么多的忌讳啊 啊 但是 你可以摸 吉远青突然又到 依旧是满脸的认真 哎 傍晚 江云飞乘坐着前家的马车 去白家陪伴白利洛 说好在她出嫁之前 要一直陪着她的 抵达白府时 白利洛正在用餐呢 筷子有一搭没一搭的 趴拉着面前的米饭 满脸的乌云密布 一屋子扑从 都是战战兢兢的 小姐 江姑娘来了 白利洛的眸子一下亮了起来 脸上挂起了纯真的笑容 她扑了上去 抓着江云飞的手 说道 你可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说好要陪你的 我怎么能不来啊 你用过晚饭了吗 我刚好在吃 还没呢 正好一起 哇 这么多好吃的呀 就是想你来 所以被多了 快坐下 吹热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也还好吗 身体有没有好些 两人在餐桌旁落座 开始用晚餐 白利洛的目光 在江云飞的身上 来回地望着 最终忍不住问道 好多了 就是容易受惊吓 也好 毕竟是陌生的地方 她什么时候 回清西村啊 我可以派人保护她回去 免得路上 又遇见坏人 过些日子啊 打算让她 跟我们一块回去 我家相公五日后 要去知府大人的府邸 参加一个宴会 所以得晚些回去 啊 那好呀 你们参加 我和天佑的婚礼后 大家还能一起 去柳州城 到处游玩一番 我还想去 郊外的观音庙里烧香 求观音大事 能早些赐 我和天佑一个孩子 会不会太早了些 不如缓一缓 你可以和天佑 多过一些二人世界 你觉得 我跟天佑的二人世界 能过得下去吗 白丽洛看着江云飞 口气突然变得冷淡了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八集 怎么会过不下去 刚成亲 正是感情浓的时候 江云飞放下筷子 咽下了口中的食物 看着白丽洛说道 白丽洛也放下了 手中的筷子 别骗我了 我又不是傻子 谁都看得出来 天佑她喜欢的是年夜 不是我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你却从来不跟我说 感情的事情很难说 我一个外人 更是道不明白 我记得 前天佑曾经说过 她将来要娶的人 一定是要跟她 是同类的人 她既然答应娶你 我想她心里 是有你的 江云飞 不会忘记 前天佑说过 她是绝对 不会娶一个农家女的 也不会忘记 前天佑和白丽洛 在清西村的时候 是怎么打闹 又是怎么变得 亲密无间的 白丽洛心想 哼 谎话 都是谎话 而且 还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想必她在张年夜的面前 是这一番的说辞 你是农家女又如何 若是喜欢 就死缠着不松手 对方是大家闺秀又如何 不过是个好欺负的笨蛋 白丽洛笑了笑 拿起筷子 夹了一块鸡翅 放到了江云飞的碗里 吃一块红烧鸡翅吧 我最爱吃这个 方才我说话 有点不紧脑袋 你不要生我的气 谢谢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你也不要太胡思乱想了 你跟天佑马上就要成亲了 嗯 我明白 明日 我们去泡温泉吧 四晚年夜也叫上一块 泡一泡温泉的话 它会放松很多 心情也会好的 好啊 泡温泉确实会令人心情舒畅 夜里 江云飞和白丽洛 同他而眠 两人说了很多的悄悄话 一晚上 黎一元的阁楼里都是欢声笑语 这可是黎一元难得一见的场面 一日一早 江云飞和白丽洛起身 吃过早饭之后 就出发去前家别院了 接了张年夜一块去柳州郊外的温泉山庄泡个温泉 去往柳州城外的马车上 张年夜还是有些局促 那里人多吗 若是人很多 我还是在旁边看着你们泡吧 江云飞很心疼地握住了张年夜的手 几次遭遇无往之灾 把一个那么好的美人 变成了这副草木皆兵的模样 如何不心疼 你放心 这家温泉山庄是黎洛家的 他这次去 山庄里不接待其他人 只有我们三个 对啊 只有我们呢 很安静 而且我这次带了那么多蒲丛 一定不会出危险的 张年夜点了点头 挪了挪身子 往江云飞的身边靠 手紧紧地拽着江云飞的衣裳 很是依赖着江云飞 江云飞握着她的手 轻浮安慰着 白里落 看着他们两个紧握在一起的手 轻轻一笑 你们两个感情可真好 我真是好受羡慕 还行吧 每次她跟我出来 都会遇到各种事 我总得多小心谨慎一点 不能再出事了 温泉山庄到了 是在处山上 这里山清水秀 清幽宁静 十分地舒缓身心 张年夜 看到熟悉的山河水 深深地吸了口气 惶恐的内心 得到了一丝的安宁 走吧 我先带你们去 温泉山庄里转一圈 看看景色 等吃过午饭 午睡之后再去泡温泉 然后傍晚的时候再回城里去 在沙里就是好 有很多野味 还有菌类 山庄厨师的厨艺 也十分不错 我保证 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张年夜微微欠身 感谢地说道 多谢白小姐 你费心了 若是能让你开心一点 做这些算什么呢 况且明日成婚 本来就计划要泡温泉的 你们约我一到来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张年夜听罢 毛子按了按 成婚 是啊 明日是前天又 和白利落成婚的日子 江云飞 饶有兴致地望着四周 说道 你这位主人 赶快给我们带路吧 我迫不及待地 想去看看这里的美景了 附近有村子吗 住在这附近的人 每天一定很开心吧 这里的景色实在太好了 比清溪村还漂亮 这边请吧 原先呢 是个小村子 不过我爹看中这处 要见温泉村庄 去把村子一并买下 让他们乔迁 去了其他地方住 毕竟温泉山庄 这样的隐蔽处 有些无法控制的人 住在附近 总是不好的 不能接下道 来泡温泉的客人呢 对呀 安全确实重要 在白利落的引路下 江云飞和张年也 包揽了一番山庄的美景 特别是沿着台阶 走上山顶 站在顶峰 眺望远方 那开阔的视野 让人流连忘返 若不是蒲从 再三地催促 说午饭好了 他们就赖在山顶上 不下来了呢 午饭后 三人在一间房里 午睡了一个时辰 起身后 一同去温泉里 泡了个温泉 这处温泉池 是白利落专属 泡温泉的御地 就在温泉眼处 在开阔的山洞里 里面布置成了一个 女子闺房的模样 站在边缘处 还能够瞧见山外的风景 当然 边缘的洞口处 是悬崖峭壁 无人能够攀爬上来 隐秘性极佳 三人出去一屋 一人占据一个池边 靠着泡温泉 在温泉池边 放了各种水果和林嘴 白利落甚至还体贴地叫人 准备了美酒 知道你们爱吃灵嘴 就让下人准备了 千万不要客气哦 白利落自己倒了一杯酒 小口地抿了起来 随即吐了吐舌头 哇 这个酒好辣 江云飞正在查看 酒坛上的字呢 选了一坛甜米酒 笑着说道 你还是喝这个吧 若是喝醉了 可就要出洋相了 嗯 白利落点头 因为泡在温泉里 白皙的脸颊 微微地运红 他倒了一杯米酒 泡在池边 小口地喝着 随即说道 还是这个好喝 他看向了张年夜 问道 你要不要也喝一点 不了 我不想喝 张年夜拿过来一串葡萄 我还是吃这个吧 说吧 他张口吃下一颗葡萄来 这副勾人的模样 让女人见了都挪不开视线 白利落放下手中的酒杯 拂过去 伸手一把抱住了张年夜 张年夜一下呆住了 全身僵硬着 那一双碱水秋桶望着他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九集 白利落的手 在张年夜的身上游走了一遍 玄奇 咯咯大笑地说道 你紧张什么 我呀 就是羡慕得起 说真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样风华绝代的美人 一时被你勾了魂 你不要介意呀 江云飞也扶了过来 靠在一旁说道 第一次见 我怎么记得上次 你也这样跟我说 说什么第一次见到 我这样的美人 那怎么能一样呢 年夜是女人 该有的都有 你还是个小丫头 都没长好 能比吗 好啊你 江云飞笑着向他泼水 看招吧 敢这样说我 你完蛋了 三一顿的细水泼洒后 温泉间恢复了宁静 江云飞拿厚重的毛巾 叠成了豆腐块 当枕头垫在了脑后 整个人舒展了开来 靠在浴池边上 享受着泡温泉的乐趣 白离落还在喝酒 喝得一张脸红彤彤的 他眸光微转地看来 笑嘻嘻地说道 唉 明天我就要成亲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盼望着这么一天 穿着漂亮的嫁衣 嫁给自己的如意郎君 天佑就是我的如意郎君 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认定他了 白离落又笑了两声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接着说道 我跟他缘分天注定 再见面时 我爹说 天佑是他为我选中的夫君 你们说 缘分是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江云飞点了点头 他下意识地看了眼张年夜 见张年夜 没露出什么失态的神情 微微地松了口气 张年夜笑了笑 说道 祝你们百年好和 谢谢 为了你这句话 我干一杯 白离落终于喝够了 他匍匐在浴池边上 继续冲进着将来的生活 以后我要跟天佑生好多好多的孩子 既好有男孩子 也有女孩 那还像他 跟他一块读书考状元 你还像我 我会教他怎么做一个大家闺秀 江云飞的眼珠子左右地转动着 一下看着白离落 一下看着张年夜 明明泡在那么热的温泉里 额头却冒出了冷汗 天哪 这样的情况 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 他这个旁观者 简直要比当事人还要受折磨 真好 张年夜看着白离落羡慕地说了句 我也觉得 这个世界上 很少有人能够事事如愿以偿 可我就很幸运 只要是我想要的 我就一定会得到 张年夜瞳孔萎缩 不知是不是他太过敏感了 所以才会觉得白离落的语气变得有攻击性了 他不适地往后靠了靠 跟白离落拉开了距离 他对着江云飞说道 我泡得有点呼吸不畅 就先上去了 你别走远了 我再泡一下就可以了 张年夜裹着浴巾出了浴池 在屏风后换好了衣裳 长发湿路地披着 在四周转悠着 关上着洞口外的风景 泡在浴池里的江云飞 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转过身 伸手拽了拽他的包袱 从里面拿出了个盒子 他打开看了看 伸手递给了白离落 这是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虽说你不缺什么 但总是一番心意 希望你会喜欢 哦 是什么 你打开来不就知道了吗 白离落拿手指 把盒子打开 里面放着的东西显露了出来 是一串小巧的珍珠手链 江云飞笑着说道 这些珍珠都是天然采集的珍珠 在我们村那条溪里面采的 我从各家各户收来的 然后再拿到首饰铺子里 加工成了手链 谢谢 我很喜欢 白离落迫不及待地 把珍珠手链拿了出来 戴在了手腕上 笑着说道 真好看 每一颗珍珠的橙色都极好 戴上真的好看极了 你喜欢的话 就不枉费我的一片心思了 江云飞笑道 他还怕白离落见惯了好东西 瞧不上他自己做的珍珠手链了 不过 从他一个后世人的眼光来看 这一个珍珠手链确实好看 珍珠小巧圆润 戴在女子纤细的手腕上 简直就是画龙点睛 泡完温泉后 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他们急急忙忙地收拾了 准备回城 江云飞走得急 上了马车一摸手腕 才发现 吉远亲送给自己的红绳不见了 等等 我有个东西没拿 我去拿一下 江云飞飞奔下了马车 静止地往狱直跑 之前下水的时候 害怕把颜色泡散了 就去了下来 后来 泡温泉泡得太久 一时忘记了 江云飞回到了之前泡温泉的山洞房间 找了一圈在长椅的下方找到了红绳 原来之前换衣裳的时候 不小心把红绳碰掉在了地上 所以走的时候没见到红绳就没有响起 江云飞把红绳戴在手腕上 急步地离开 走得太急 脚下踹到了拐角处装垃圾的竹框 哗啦一声 竹框倾倒在地 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 他顿住了脚步 弯下腰来 捡起垃圾里的木盒 大开一看 里面正放着他那条送给白利落的珍珠手链 为什么他送给白利落的珍珠手链 会被扔在装了果核的垃圾框里呢 啊 是不小心掉了 还是故意扔掉的呢 江云飞把珍珠手链 收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把其他的垃圾 重新扫回了垃圾框中 然后飞快地回到了马车上 怎么去了那么久 没找到吗 白利落关切地望着江云飞 江云飞笑了笑 露出了手腕上绑着的红绳 说道 瞧到了 啊 我还以为你找什么呢 结果是这个 一条破破的红绳罢了 有必要还回去找吗 重新买一条不就是了 最好是买那种 还镶嵌了宝石的红绳 戴在手腕上最是好看了 那不一样啊 其他的红绳代替不了这条 这条是我相公送给我宝平安的 他也有一条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几 原来如此啊 难怪你那么爱惜 啊 怎么天佑不送我这个呢 不行 等我和他成亲之后 也一定要他送我一样的东西 他有一半 我有一半 这样才算夫妻嘛 那你们可以弄个玉佩 一人一半 这个主意好 白丽洛说完 目光一转 落到了张年夜的身上 他笑着问道 哎 年夜 你有没有一中人送你的东西啊 张年夜美丽的脸蛋上 露出了一抹苦涩的笑来 我怎么可能有呢 连一中人都没有 是吗 你长得如此漂亮 竟然没有一中人 你可不许骗我啊 我生气起来 可是非常恐怖的哟 真的没有 你骗人 说一下嘛 我保证不会跟其他人说的 江云飞剑霸 暗道糟糕 白丽洛可别把张年夜给惹火了 若是张年夜 说自己喜欢的是钱天佑 到时候 事情就没法收场了 更别提 还是白丽洛和钱天佑 成亲的前一日了 若是出了什么差错 他这个罪人是当定了 毕竟是因为他 钱天佑和张年夜 才会认识的 是真的没有 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白小姐您这样幸运 有一中人 还能同意中人成亲 以后 一起白偷偕老 仔细看 不难发现 张年夜那笑很是勉强 马车沿着山路 一直往前走 终于在天黑之前 回到了柳州城 年夜 你也随我一块回白府吧 于飞 今晚也要陪我一块 反正你回钱家去 也没人陪你说话 男人们总会粗着大爷一些 不懂这些的 张年夜左右为难 抬起一双水眸 看了江云飞一眼 江云飞问道 你愿意跟我一道吗 若是不愿意 我也不勉强 张年夜放下了帘子 说道 那我跟你一块去 我就不回钱家别院了 马车回到了白府 吃过晚饭之后 三个女孩 躺在同一张大床上 准备说悄悄话 不过 之前泡温泉的时候 悄悄话 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似乎话题 都已经聊完了 哦对了 我还有一些东西要看 白里洛呼地起身 打开了一出 一阵地翻箱倒归之后 翻出了两本书来 给江云飞和张年夜 一人丢了一本 这是我爹给我的 说是女儿家 必须要看的 江云飞和张年夜 好奇地翻开了书 入目一看 竟是些床地之事 两人脸色一变 齐齐将书丢得老远 怎么丢了 是什么看不得的书吗 她走了过去 从地上捡起 翻开一看 面色从容地说道 我倒是什么 原来是这些 张年夜 面色窘迫 白里洛看了她一眼 笑了笑说道 年夜是未出阁的 黄花大闺女 看不得这些也就罢了 云飞你都成亲那么久了 你害臊什么呀 你 你 谁说成过亲的人 就不能脸红了 你真是的 拿这些出来做事 你爹未免也太 江云飞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白里洛一夜夜地翻着 我打小就没了娘 原先我爹让府里的婆子 跟我说这些 我也不懂 我爹便给我弄了两本书来 以便我好应付新婚之夜 白里洛笑着江叔丢回了床上 摊了开来 说道 反正这里没有外人 看一看也不会怎么样啊 江云飞好歹也是个现代人吧 怎么能够输给白里洛 这个封建社会下长大的女子呢 她当即拿起书翻看了起来 面色从容淡定 就是耳朵脖子止不住地红了个头 张年夜瞪大了一双水眸 看着那些画一夜夜地翻过 心中翻江倒海 所以明日晚上 前天又和白里洛 就会跟着画面上的人一样 在一起了吗 张年夜伸出手 按了按心口 她难受得喘不过气来 眼眶都红了 啊 我有点困了 张年夜睡在最里头 把头埋在被子里 眼去滚落的眼泪 哎 没事 等明日过去了便好了 以后她跟前天又 一个在北 一个在南 相隔千里 再也不会见面了 白里洛满意极了 满意极了张年夜的反应 哼 敢觊觎她的男人 怕是不知天高地厚吧 哇 江云飞看得惊叹连连 这画功还真是栩栩如生啊 白里洛身手一抽 把书收了回来 行了 看到这里吧 再看下去 我瞧你都要流鼻血了 江云飞不好意思地揉了揉鼻子 赶紧拉住被子躺下 我睡了 白里洛把书丢回了衣柜中 喊丫鬟进来服侍 等她躺下之后 丫鬟再把灯吹灭了 与此同时 前府 前天又坐里不安 在屋中走来走去 急躁地说道 怎么这么晚了 他们还不把年夜送回来 姬远亲坐在一旁 面色从容 哎呀 不要着急 肯定是一同回白府去了 今晚 云飞是要在白府 陪白小姐一块过夜的 想必他们把张年夜留下了吧 怎么这样啊 不把人送回来 也不派人说一声 不行 我得去白府看看 万一他们没回来 在城外出事了 这怎么办呢 哎 你稍安勿躁 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若是有事啊 白家小姐也同样会有事 白府岂不早就派人来问了吗 嗯 你说的也对 可年夜他受了惊吓呀 白府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万一他害怕怎么办呢 哎呦 我看你啊 未免担心过头了 云飞会看好他的 前天又 这才彻底的演气息鼓下来 他坐在了椅子上 丧着一张脸 说道 明日我就要成亲了 可我一点都不高兴 是啊 从我跟云飞这次刚到柳州 就没见你高兴过 啊 我不想成亲了 一点也不想 不想成亲也得成 突然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 钱老爷回来了 爹 您 您怎么回来了 这些天 钱老爷一直在支付大人的府邸住着 怎么突然间回到钱家别院了呢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一集 这里是我家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钱老爷怒目相视 纪远青剑大战一触急发 连忙起身 抱了抱拳 啊 钱老爷 随即赶紧撤离战场 当然 人还是在门外站着 这等热闹 不看可惜了 钱老爷 手指着钱天佑 当场质问 你且说说 什么叫不想成亲了 怎么就不想成亲了 我 我 显然 钱天佑没有坚定内心的想法 他也找不到理由 哼 简直胡闹 双方婚礼的情帖都已经发出了 你小子若是敢毁婚 我打断你的狗腿 别以为我不知道您的点心思 让一个狐狸竟离婚了头 哼 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叫什么了 啊 钱天佑愣了一下 反应极快 说道 您怎么知道年夜的事啊 钱老爷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可不能让钱天佑知道 当初买张年夜那个最大的买家 是白老爷 白老爷想买下张年夜 为的就是不让张年夜 毁了自己女儿的婚事 钱老爷连忙补救 说道 别忘了 这里是钱家别院 你往家里带什么人 还瞒不过我的眼睛 姐 您千万别这么说他 他什么都没做 您也千万不要牵动于他 他从来没想要破坏这张婚事 哼 那是他没这个本事 今天晚上我回来 就是为了提醒你一句 若是你敢毁了 跟柳州首富女儿的婚事 我们钱家 就没办法在这里立足了 钱天佑微经说道 我们好歹也姓钱 有堂兄 哼 什么堂兄 什么钱家 我们不过是钱家的旁支的旁支 跟嫡系怎么比呢 人家嫡系 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钱老爷输得走近 目光阴沉地警告着钱天佑 明日的婚事 务必给我如期地举行了 若是有什么差错 休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知道了 爹 呵呵 钱天佑在心里苦笑 她的婚事还真的成了一桩生意上的联姻了 真是可笑啊 可笑她从前还看不起放在她面前真实的情感 如今却是渴望而不可及 夜里 江云飞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 手往身旁一搭 搭了个空 她机灵地一下下醒了 远青 她迷迷糊糊糊地喊道 摸了摸身侧的位置 怎么是空的呢 大晚上的机缘亲跑哪儿去了 江云飞反应了半天 最后想起 这不是清西村的家里 而是柳州的白府 白利落的闺房 江云飞翻了翻身 张云飞正睡在床里面 睡得正香呢 奇怪 大半夜的白利落会去哪儿呢 她想到了自己送出去 被丢在垃圾框里的珍珠手链 一时好奇之下 江云飞掀开被子 下床穿好鞋 往屋外走 白利落的隔壁厢房里亮着灯 江云飞顺着灯光走了过去 门微长着 她走过去往里看看 屋里头挂着沙漫 沙漫里有两个人影 去 把前些日子 我买的那罐香蜜拿来 说话的是白利落 是的 小姐 另外一个人 是白利落的贴身丫鬟 那个丫鬟出了沙漫来 江云飞连忙侧身夺气 白利落的贴身丫鬟 在一旁的柜子里 拿出了香蜜 又进了沙漫中 多道一些 跟他们睡在一起 我都觉得我身上多了一股子臭味 江云飞 性谋争原 没法想象 说话这样粗鲁的人 是那个毫无心机 天真单纯的白利落吗 臭味 江云飞 低头秀了秀自己的胳膊 明明香喷喷的 哪里臭了 丫鬟说道 小姐 你既然不喜欢他们 不理便是 和苦坏了自己的心情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前天又喜欢 那个叫张年夜的 骚狐狸了 我若不接近他们 怎么学着去打败他们 您不是让白管家 下手除掉他了吗 怎么没成功啊 丫鬟压低了声音 说道 哼 还不是白管家无用 陈榜来了 没事卖到地下城去 害得我的计划功亏一篑 若是明日成亲 出了什么岔子 我定叫白管家 去庄子上 扫粪坑去 江云飞 更是震惊不已 原以为张年夜 失踪被拐 是美色热的祸 万万没有想到 是白利落 背地里动的手 天哪 太可怕了 白利落 真是太可怕了 丫鬟给白利落 搓完了澡 随后 又替白利落 更了衣裳 小姐 您不过去了吧 就在这厢房里睡了 不过去了 总之明日 天快亮之前 你帮我喊起来 我再回去 是 小姐 丫鬟伺候了白利落 睡下 熄了灯 往屋外退去 说是池内时快 江云飞赶紧转身 悄声而快速地 回到了屋子 她爬上了床 死死地闭上了眼睛 没过一会儿之后 屋子的门被打开了 那丫鬟拿着灯笼 往屋里照了照 骂了声 什么下贱的玩意儿 说吧 官商们离开了 江云飞躺在床上 身体正发抖 是被气的 她毫无保留地付出了一颗真心 没想到换来的竟是白利落 这般的践踏 想必今日 在温泉山庄赠出的 珍珠手链 也是白利落 故意丢弃的 真是失策了 江云飞伸手 拉好了被子 闭上了眼睛 强迫自己睡觉 好啊 既然要演戏 看谁演得过谁 第二日 江云飞醒来 一张开眼 就对上了白利落 那张天真的笑颜 白利落 侧头望着她 笑着说道 云飞 你醒了 江云飞将着一张脸 脑子里又想起 昨天晚上听到那些话 她定了定心神 玄契扬起个笑容 暗中击讽道 你醒得可真早啊 怕不是被府中的 鸡叫声给吵醒了 白利落愣了愣 随即吴嘴笑道 你可真会说笑 我们府邸哪来的鸡叫啊 我们又不养鸡 今日可是我成亲的大日子 我怎么能睡懒觉呢 哦 对啊 江云飞从床上爬起 猛地伸开手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胳膊肘子 不小心撞了一下 白利落的脸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二集 白利落愣着脸低呼了一声 哦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江云飞赶紧关切地问道 让我看看有没有预清 今日是你成亲的日子 脸可千万别伤了 白利落松开手来 给江云飞看 啊 可把我吓死了 你还是快起身 别顾着我了 快叫人给你舒适打扮 得早早地准备起来 到时候新郎的花叫来了 误了及时就不好了 这时张年夜也醒了 他掀开了被子 坐起身来 没梳洗上妆的模样 也是漂亮的惊人 白利落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嫉妒 这一回江云飞 可算是看得一清二楚了 原来这才是白利落的真面目 白利落笑着回答刚才 江云飞问的问题 不急 我们先起来吃个早饭吧 反正成亲的地方就在我家 迎亲不过是坐进花轿 在白府的花园里绕一圈 再回来 好啊 吃早饭 我肚子好饿呀 江云飞摸摸摸肚子 冲着白利落笑道 不知道早饭吃什么呢 白利落一拍手 房间的门被推开 丫鬟们鱼灌而入 手里捧着早餐 没过一会儿 一张的桌子上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早饭 还有三个丫鬟 碰着灌洗的漱口水和洗脸水上前 一一地伺候他们三人 清洗之后来到了桌前吃饭 哇 这么丰盛啊 江云飞拿着筷子满脸不舍地说道 哎呀 好可惜 过了今日 以后就吃不到那么丰盛好吃的菜了 利落啊 我可真舍不得 你说我以后每个月来一次你这里 到你这里住上几日 蹭吃几顿可好啊 啊 白利落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不是吧 你放心 我肯定会付银子的 江云飞满脸期待地看着白利落 问道 你人这么好 一定不会拒绝的吧 自 自然不会 白利落的心中可真是急坏了 千万别呀 现在不过是看在前天佑的面上 做做样子罢了 若是以后这江云飞日日来 她不得被烦死才怪呢 我自然是欢迎你的 可是 爱她戴的友善面具 她不得不答应自己个应自己 那真是太好了 利落 你果真是又美又心善 江云飞拿着筷子 加了块粉蒸排骨 诗着说道 没准以后我们家还会搬到柳州来呢 我家相公跟天佑是同窗 将来肯定会来柳州求学 以后啊 我就天天上你这里来玩 这样你和我都不会闷了 张年夜坐在一旁 小口地喝着粥 一双水眸在江云飞和白丽落的身上打着转 完全插不上话来 听了江云飞的话 白丽落脸上的笑容 愚发地僵硬 却依旧不得不点头说道 那自然是极好的 我们有兄弟姐妹 有你陪着我 我真是太开心了 索性 早饭的时间并不长 正吃着 来给白丽落梳妆打扮的婆子来了 白丽落去了隔壁放假衣的房间里 熟悉打扮 然后等着新郎过来迎亲 江云飞坐在餐桌旁的圆凳上 大口地吃着美味的早餐 一动不动 没打算起身 张年夜不禁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不去帮白小姐梳妆 她有那么多婆子和丫鬟在一旁帮着 不差我一个 江云飞依旧没有挺筷子 可白小姐 不是特意请你来做陪的吗 你不去的话 她岂不是会害怕 江云飞放下了筷子 偏头看着张年夜 心道 哎呀 眼前这位才是真正的傻白天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为情敌着想 江云飞很想怂恿张年夜 却把前天又抢过来 可是万一前天又没这个意思 那岂不是害了张年夜吗 于是 春春欲动的心思压了下来 化气氛为悲痛 我等一下就走了 啊 你不等我们一起了吗 我不放心你 放心吧 我请了柳州城里 赫赫有名的标局里的标识护送 一路上绝不会遇到坏人 江云飞喝了一大口水 把口中的食物咽了下去 说道 非得现在走不口吗 过几日 她和季远青 要去参加支付大人举办的宴会 抽不开时间 陪张年夜回家了 嗯 张年夜轻轻地点头 她的眸子始终垂着 不露一丝的情绪给江云飞 她柔声地说道 我马上就走 你体谅一下我吧 江云飞看着满桌的美食 瞬间没了胃口 点了点头 说道 那你一路保重 回家后 还劳烦你给我娘带个消息 说我们吃几日回家 好 早饭过后 花轿还没来 张年夜就离开了白府 去柳州的标局 寻标师 护送自己回家 唉 江云飞 坐在白府后院的池塘边 唉声叹气 从地上捡起石块 往池塘里狠狠地砸去 白梨落那里 她是绝技不想去了 等下季远青 会随同前天又一起到白府 她又不能离开 只能够在白府 等着季远青来接自己 免得到时候错过 又得一番地折腾 唉 秀才娘子 你怎么在这儿呢 可让我好找 呼得 身后有人讲话 回头一看 是前天又身边的仆从 浅晓 浅晓 你怎么在这儿 花轿就到了吗 浅晓急不上前 喘了几口气 急着说道 花轿还没到白府呢 我是专门来寻你的 你家公子 想请你帮忙 让你带张姑娘前去见她 我家公子 本想自己来赐的 可终归不方便 便让我来寻你 浅晓说吧 看了看四周 说道 哎 张姑娘呢 走了 回老家了 啊 什么 走了 早就走了 你家公子 既然要成亲了 还是别见得好 免得生些枝节 还连累年夜 哎呀 看来我家公子 跟张姑娘 是注定无缘了 这话怎么说 浅晓挠挠挠头 心虚地说道 啊 其实我家公子 没说要见张姑娘 是我自作主张 想带张姑娘 去见我家公子 哦 嗯 昨个夜里 我家公子睡着了 又是哭又是喊的 浅晓学着 自家公子的话说道 啊 燕燕 你别走 别走 我想娶的人是你 是你 我不想娶什么 白夫的小姐 我只想娶你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三集 浅晓恢复了自己说话的强调 哎呀 就是这样 我家公子喊了一晚上 所以我自作主张 便来找张姑娘 江云飞 惊得目瞪口呆 玄机埋怨地说道 你们早干嘛去了 要是早点说 我就拦下他了呀 哎 这就是注定无缘无分吧 去他娘的有缘无分 你给一句准话 要是给你家公子 一个选择的机会 他确定会选择年夜 不会到头来又说什么 本公子绝不会娶一个 贫穷人家的女子这种话 前校举手发誓 啊 我以我家公子的名义发誓 若是我家公子 不选张姑娘 就让她天大五雷劈 不得好死 呃 江云飞 无语宁耶 前天佑的仆从 还真是一个好仆从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在我没有带年夜回来之前 你能拖着不让拜堂 就死命地给我拖着 反正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绑也要把张年夜绑来 嗯 前校重重地点头 白府后花园池塘边上 密谋好了的两个人 分头行动 江云飞一路狂奔到了白府门口 本想叫一辆马车来坐 可是 白府门口那条街 让密密麻麻的马车 全都给堵住了 今日来参加婚事的宾客 多不胜数 并且非富即贵 没办法了 江云飞提起了长长的裙摆 一路飞奔出了白府 直奔柳州城 赫赫有名的标局 只盼着张年夜还没离开标局 还在寻找标师 可惜一路飞奔过去 还跑掉了一只鞋呢 可是 还是晚了 根据标局的人说呀 张年夜雇了一个标师 坐了标局的马车 正在回金西村的路上 真是可恶啊 江云飞转身就跑 往城门跑去 今日 恰好是柳州的集会 大街小巷都是人 而且车龙如流 连走路都寸步难行 江云飞化身为一只小泥鳅 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然后悲剧了 被人潮挤成了团 不能动了 别挤啊 江云飞站都站不稳 被人踩在没穿鞋的脚上 疼得呲牙咧嘴 赶紧躲开时 另外一只鞋也被挤掉了 我真是 江云飞气鼓鼓这张小脸 继续往前冲 赤着一双脚 努力向前跑着 这可是关乎他两位好朋友的终生大事啊 他如何不急呢 快让让 江云飞一边喊着 一边蒙着头往前冲 前方 有一辆马车不顾接势的拥挤 在街道上横冲持转 前方的老百姓呢 纷纷闪避 还不免被撞翻在地 江云飞跑得太快 亦是来不及刹车 啊的一下 整个人直直地往那辆马车撞去 两只脚 刹车都来不及 眼前就要撞上那辆马车了 忽而凭空出现了一只手 用力拽着江云飞的衣领子 把他拉到了路边 马车急驰而过 江云飞逃过了一劫 这位大侠 多谢 多谢了 江云飞抱拳感谢 抬头看向出手相助的大侠 却看上了一双琥珀色的笑颜 他惊喜地说道 林公子 怎么是你呀 对呀 就是我呀 巧不是我 你现在可就成残废了 江云飞再次抱拳 感激万分地说道 多谢林公子你的救命之恩 只是我现在十万火急 要去城门拦人 就不约你多说了 改日再请你喝酒吃饭 江云飞转身就跑 唉 林玉霄说了什么 他都没有听清楚 只是跑着跑着 花儿身后有了马蹄声 江云飞一边往后看着 一边望向旁边退却 却见是林玉霄骑着马 追了上来 林玉霄拉住了缰绳 停下来说道 这一路去城门口 路还长着呢 你就靠两只脚走 走到用午膳都走不完呢 江云飞低头看了看 自己露出来了 两只没穿鞋的脚 虽说柳州城内 都是青石板 但一路走来 还是会踩到碎石 腾得钻心 林玉霄弯腰下来 伸手说道 来吧 我骑马带你去追 若是追到城门口不见人 我们呢 还能往前追 江云飞望着他伸来的手 很是犹豫 毕竟已经嫁作他人妇 跟其他男子 在街上共乘一匹马 他怕姬远亲 气得直接作骨了 你不是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吗 林玉霄说道 为了前天又和张年夜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姬远亲的心理素质 一向强大 想必气一下 是不会轻易做骨的 江云飞抓住了林玉霄的手 在他用力地拽动下 江云飞骑上了马背 坐到了林玉霄的身后 抓紧了 这可不是马车 江云飞这是第一次 骑那么高大的马 自然是害怕 马儿一动 赶紧伸手抓紧了林玉霄的衣裳 林玉霄驾马前行 说道 我追到一条捷径 追通城门口 我们从捷径走 捷径虽狭窄 但是没人畅通无阻 很短时间 他们就来到了城门口 年夜 江云飞在林玉霄的帮助下 跳下了马背 直奔张年夜的马车 激动地说道 你现在不能走 张年夜睁着无辜的双眼 为何不能走 江云飞爬上了马车 坐了下来 看着张年夜认真地问道 你还喜欢前天佑吗 张年夜 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你还问这些做什么 想必这时 前公子的花轿 已经到白府门前了 此时 白府门前的爆竹声 琵琶作响 宾客如云 新郎已经带着花轿 来迎接新娘了 马车内 江云飞霸气十足地说道 那又如何 只要你敢去抢亲 就算是在拜堂了 你照样能把他抢走 张年夜抬起头来 仔细地端向了江云飞一番 苦笑了下 云飞 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我是说真的 这辈子我都没这么认真过 江云飞压抑着内心的激动 张年夜 去抢亲吧 我陪你一起去 你别怕 我会帮你的 张年夜的眸子 升起了光芒 然而转瞬间 又黯淡了下来 他说道 我何苦去丢脸 你不是没瞧见过 从前他拒绝我的样子 那么冰冷 那么果断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四集 哎呀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有了 江云飞紧紧握着张年夜的手 跟他说道 拿出你之前的勇气 再勇敢一次 就算被拒绝又如何 起码这辈子不会再有遗憾 再说丢脸又如何 那些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 不 张年夜挣脱了江云飞的手 拒绝听江云飞的话 你别说了 我不会再犯傻了 绝对不会做这种害人听闻的事 张年夜不敢想象 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 这太匪夷所思了 哪个女子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你能保证你这辈子还能再遇见一个令你心动的男子 如果你想将来跟一个不爱的男人成亲 共度余生的话 那你就走吧 没有人能勉强你做什么 取决于你自己 江云飞转身 撩起了车帘 回首看了张年夜一眼 叹气一声 下了马车 作为朋友 他该做的都做了 这是张年夜和前天佑之间的事情 该由他们自己做主 林玉霄牵着马走了过来 你的十万火急 解决得怎么样了 解决了 多谢你的帮忙 否则我就追不上了 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不 不用了 我 江云飞顺着林玉霄的视线往下看 见到自己赤折的脚 哭笑道 恐怕需要向你借几十文 去鞋店买双鞋子 我知道哪里有鞋店 跟我来吧 林玉霄正要带江云飞离开 这时马车的帘子被掀开了 张年夜叹出身来 云飞 等等 江云飞和林玉霄回首 见到张年夜从马车上下来 急步走了过来 说道 你说得对 我应该勇敢一点 我要去白府抢亲 你帮我 江云飞的性谋 一下子亮了 紧拉住张年夜的手 说道 走 我们现在就走 还来得及吗 张年夜 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目光担忧地说道 当然来得及 江云飞转身看向林玉霄 能否见你的满意用 自然可以了 林玉霄点头 她还未来得及说下一句话 江云飞就伸手 拉过了她手中的缰绳 梳得翻身上马 并且戴上张年夜 我先借你的满意用 等事情过后 我再把马还给你 你会骑马 林玉霄惊讶地说道 江云飞已经拉着缰绳 拉着马掉头 笑了笑 说道 会点 走来的路回去 这一点已经绰绰有余了 抓稳了 嗯 张年夜点了点头 立即抱紧了江云飞的腰身 江云飞一蹬马蹲 马思叫一声 向前跑去 江云飞带着张年夜 沿着来的路返回 一路骑马 急奔到了白府的大门口 白府的大门口 铺了满地的红色爆竹纸线 院子里传来宾客和唢呐的声音 快点 把缰绳丢给了守门的仆丛 江云飞拽着张年夜 就往喜堂奔去 喜堂之上 前天又和白丽落 正在夫妻对拜 等等 江云飞一个星期 喊出了声 新郎和新娘停止了拜堂 转身向大门口望来 宾客们也看向了江云飞 宾客中作者的纪远青也带住了 自家娘子也太大胆了吧 怎么把张年夜给带来了 江云飞连忙后退 伸手把张年夜推了上前 低声地说道 接下来 看你自己了 年夜 前天又呆呆地往前走了一步 瞳孔微缩 真的没有想到 张年夜会出现在她的喜堂上 张年夜的心口狂跳着 院子里那么多的宾客 那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 而她将要做的事情 是如此的惊世骇俗 可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像江云飞说的那样 这些人她都不认识 将来也不会再碰见 何必害怕在她们面前丢脸 前天又 张年夜抬起脚向前天又走去 你怎么来了 从张年夜进来 前天又的目光就没从她身上离开过 张年夜的眼眶红了 吊着眼泪 说道 我本来要回老家去了 可是在离开前 我想再勇敢一次 你 我爱你 你娶我好不好 重兵可哗然 前天又的眸子猛得睁大 心狂跳了起来 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说什么 我爱你 张年夜掉着眼泪 再重复了一遍 哪儿来的不知廉耻的女子 白老爷 气得胡子发颤 厉声地呵斥道 来人 把这个女子 给我赶出去 扑从门礼命 这就上前来 要挟持张年夜离开 给我住手 一身喜福的前天又站了出来 呵斥说道 我看谁敢动她 说话间 前天又挤不上前 将张年夜护在了身后 天又 前天又 侧手望着她 眸光坚定地说道 我的回答是 好 我娶你 天又 张年夜 目光激动地看着她 又落下了一串泪来 幸好 幸好鼓起了勇气来 否则这一生 跟前天又错过的话 那就太遗憾了 前天又 白利洛透过薄红盖头 望着前天又和张年夜的方向 笑着说道 我们已经在拜堂了 差一点就要完成了 这个时候 你不要闹脾气 跟我开这个玩笑 白小姐 对不起 前天又 脱下了喜福外袍 我不能骗你 我对你 无男女之情 我爱的人是年夜 我不能娶你 前正 你看你交出的好儿子 白老爷 心意着前老爷说道 前老爷 站起身来 走上前 冷声说道 天又啊 你要想清楚了 你若执意要跟这个女子 在一起 而不是取离落 将来 你不要信钱 不要再进我前家的大门 我是永远不可能承认 她是我的儿媳妇的 爹 你别拿这些来威胁我 我不怕这些 前家是您的 从来就不是我的 前天又拉着张年夜的手 转身就往门外走 来人 给我拦住他们 你们羞辱了我白家 别想轻易从我白家离开 前大人到 忽然门口有人大喊 接着 知府大人和他的随从 从大门外走了进来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五集 前大人走到了众人面前 顿住了脚步 看着被白家家铺包围住的 前天又和张年夜 笑了笑 说道 这是怎么了 白老爷连忙上前 拱手说道 啊 前大人 不只是您大驾光临 有事远迎啊 还请恕罪 啊 没事 我就是路过这里 顺便进来参加一下 我堂弟天又的婚宴 啊 这看情况 似乎不大顺利啊 白老爷拱手说道 哎呀 本来令弟已经在跟我家里落拜堂成亲了 其聊半途跑进一个不知羞耻的女子 嘴上说着要令弟娶她的糊涂话 这不 我正要叫仆从拿下那名疯女子 年夜才不是疯子 前天又拉着张年夜上前 向前大人拱手说道 唐兄 她是年夜 是我心爱的女子 我决议 娶她为妻 前天又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若要回婚 怎么不早点回婚 如今双方亲戚都已到场 堂也败到一半了 岂有你说回婚就回婚的道理 啊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本大人以为成亲最好是两情相悦 我这堂弟年纪还轻 不懂自己的心意 差点耽误了白小姐的终生大事 如今悬崖勒马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白老爷脸上横溜一击 努容敬险 前大人 如此说来 您是要包庇他们了 诶 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什么包庇不包庇的 不过是两个年轻人 两情相悦罢了 何不成人之美呢 前大人笑着拍了拍白老爷的肩头 哎呀 咱们这些做长辈的 对小辈就得宽容一点 他们不懂事就罢了 可我们得明示礼啊 官部与明斗 知府大人明显站队 白老爷又能如何呢 白老爷只能抱起拳头 语气生硬地说道 前大人 言之有理 走吧 前大人转身 望向了前天佑和张年夜 嗨呀 你们这一对不懂事的苦民鸳鸯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走啊 谢唐兄 前天佑握紧了张年夜的手 两人目光相交 我们走 嗯 张年夜坚定地点头 以后不论去哪里 他都不会再跟前天佑分开了 前天佑和张年夜随着前大人离开 江云飞连忙兴奋地跟上 坐在宾客中的纪远青也连忙起身 不住地叹气 他家的娘子把他给落下了 纪远青刚走到门口 就见着自家娘子折了回来 满脸心虚地说道 我们快走 知府大人邀请我们去他府上做客 马车正在等我们呢 纪远青随着江云飞上了前大人的马车 这是一辆四匹马驱动的马车 非常的大 能够容得下他们所有人 走吧 前大人下令 车外的侍卫一拉缰绳 马向前驶去 前大人绕有兴致地看着前天佑和张年夜这对鸳鸯 笑着说道 嘿哟 你们胆子可真够大的 敢在满柳州的权贵和富商面前 这般大白家的脸面 前天佑感激地抱拳说道 前大人 多亏您出手相助 否则我们肯定走不出白府的大门呢 哼 看来你对你的处境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竟还敢做出这等胆大包天之事 前天佑眼神甜蜜地看了张年夜一眼 笑着说道 年夜都能为我豁出去 我为何不能啊 哎呀 年轻可真好啊 这几日 你们暂且住在我的府邸上吧 以那白起的性格肯定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在前大人的话说完 江云飞立即迫不及待地问前天佑和张年夜 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前天佑笑了笑 伸手握住了张年夜的手 说道 我决定去年夜为妻 不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要与她结为夫妻 我想好了 等徐太平静下来 我就和她回清溪村 先去拜见年夜的父母 然后再拜堂成亲 小伙子 两个人在一起可不只有感情哦 还得有生活 这成亲以后的日子可是不容易的 最起码得有经济来源 你原来可是家中的公子哥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想过以后要如何养家了吗 我 前天又噎住了 她还真像堂哥说的那样 一无是处 只知道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还得趁此机会好好考虑清楚 将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毕竟 白家可是柳州城的首富啊 娶首富女儿的机会 可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就算前路再见些 我也要去年夜为期的 前天又握紧了张年夜的手 说道 张年夜也用力地回握 轻声地说道 就算以后再苦再难 我也绝不会放弃你 说得好 只要你们新奇 就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的 哈哈 前大人笑着 笑他们勇敢 也笑他们的天真 马车停了下来 江云飞他们从车上下来 站在了知府府邸的门前 府邸威额高大 不愧是知府大人的府邸啊 进去之后 江云飞更是大开了眼界 虽不比白府奢华 但论格调 绝对是不输一分一毫 夫君 您回来了 一位笑颜夫人 急步地迎了上来 身后跟着两个凌厉的丫头 啊 夫人 钱大人也急忙迎了上来 他伸手福利把大部所来的 钱夫人笑着介绍道 啊 这家里来了几位客人 有我堂弟和他的未婚妻张姑娘 这位则是我家堂弟的朋友 纪远青 和纪远青的娘子 纪娘子 家里好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 快请进 正好快吃午饭了 到饭厅里坐 我们边吃边聊 钱夫人非常热情地迎了江云飞他们 进入了饭厅 又喊了丫鬟赶紧通知厨房 多添几个好菜 江云飞仔细地打量着钱夫人 是个秀外会中的美人 与衣表堂堂的钱大人 很是登对 并且两人互动时 总是夹杂着一些轻易 看得出来感情十分的好 哈 哎 丫头和小子呢 还不是让你爹带去老家玩去了 说要住几日再回来 哈 爹爹年纪大了 越发惦记祖宅也是正常 我也没说不正常 呵呵 钱大人以笑容掩盖尴尬 完全截不住他夫人的话来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六集 厨房的菜一一地上出来了 很丰盛也很家常 哈 把这里当作自己家 不要太局数了 就把我当作一个大哥哥 别觉得我是知福大人 是 大家硬着 可是谁敢在他面前放肆呢 钱夫人倒是一点也不计会钱大人 同江云飞他们画着家常 天佑堂弟 不是说你今日要跟白府家的小姐成亲吗 怎么又同张姑娘在一起 钱天佑正想着如何解释呢 钱大人就代劳了 啊 她逃婚了 跟着心爱的姑娘一起私奔到了我这里 是吗 钱夫人眼睛一亮 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倒是听说过这场婚宴 似乎请了大半个柳州城的 有头有脸的人来 你们 你们竟敢在这样的场合直接逃婚私奔 也太有勇气了吧 佩服 佩服 前天又干笑着 张年夜也窘迫着一张脸 线下想起来她还是后怕的 怎么就脑子一热信了江云飞的鬼话 跑去抢亲了呢 不过也很感谢江云飞 要不是她追上来说了那些话 自己以后的人生过得该有多慢淡呢 想罢 张年夜把感激的目光投向了江云飞 前夫人的视线随着张年夜的目光 看向了江云飞 笑着说道 你看着有点小啊 怎么就成亲了 不知多大了 江云飞说得干脆 十五了 明年就急急了 我跟我相公那么早成亲 自然是见他优秀 若是不早点下手 将来他就让别的女人抢走了 咳咳 喝水的姬远青被呛了好大一口 这丫头最近说话真是越来越不着调了 好样的 奇料 前夫人大加赞扬 女子就当这样 看中什么 大大方方的抢了 扭扭捏捏的 反而让人抢了仙机去 吃饭吧 前大人头疼地看了眼 自家媳妇 再说下去的话 恐怕得把自家家的也说出来了 她可不想把自己的黑历史也被翻出来 可算自家夫人没有头脑发热 把这样胆大的话题继续下去 而是引开了话题 前夫人伸手请了请 说道 尝一下这道清蒸鲫鱼吧 我家大厨手艺极好 做的鲫鱼最是滑嫩 入口即化 江云妇生筷子夹了一块鱼肉 尝了尝 果然好吃 过几日我们府上要办一场游园会 你们正好可以一起来玩 前夫人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们初搬来此处 我正好没什么认识的女子 你们可以陪我一块儿玩 顺便给游园会提提意见 游园会 那是什么样的 江云妃瞬间来了兴致 没办法 古代的娱乐项目太少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游园会 不感兴趣才怪呢 我们这是夜晚的游园会 前夫人见江云妃有兴趣 立即解释道 我们家后花园很大 跟个森林似的 现在正好有点凉也不大凉 没什么蚊虫 晚上的月亮又圆又轻轻 我准备在后花园里挂满灯笼 大家可以在林中随意游玩 过几天再搭个台子 请月房的灵人们来跳舞唱歌 来客也能边吃美食边看舞蹈 那真是太好玩了 江云妃两眼发光 夜晚游园 想一想就觉得有意境 大家可以在月下迎室作对 月房的灵人各个才艺出色 若是能请来府上 简直是锦上添花 是吧 你也觉得很好玩 千夫人期待地问道 嗯 江云飞赞同地点头 你瞧 我就说我的主意十分不错 你非说我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千夫人说着对了一番钱大人 钱大人服额 夫人 您做主便是了 钱夫人是个布局小节的女子 而且生性好玩 与后世来的江云飞一拍即合 两人凑到了一块 去弄几日后的游园会 力求做到极致 让当晚来的宾客都能够眼前一亮 用钱夫人的话说 要狠狠地打钱大人一起耳光 证明他这个当家主母做事的手腕 还是了得的 至于张年夜吗 日日与前天又腻在一块 风花雪月去了 时常不见人 当然 两人还未澄清 不至于雨月 最多拉拉小手罢了 游园会的布置 赶在当天的晚上之前弄好了 天还亮着 只一点点黑 园子里的灯就点上了 为了防止发生火灾 前夫人在江云飞的建议下 每隔一百步就安排了一位家铺守着 同时还能在蜡烧烧完之后再替换上新的蜡烛 江云飞拉着张年夜 早早地沐浴了 换上了前夫人给准备的新衣 梳妆大半之后 寻各自的秦郎去游园 此时 宾客已经陆续入园了 张年夜是找到了他的秦郎了 可是江云飞没寻到 听前夫的家谱说 姬远亲陪同知府大人 在前厅接待贵客 无法脱身 而前夫人也在后院接见贵客的家眷 于是乎 打扮得美美的江云飞 反而成了一个特大好的电灯袍 在前天又和张年夜的身边 不断地晃悠着 你身上好香啊 是擦了粉吗 嗯 是香粉 云飞说林子可能有蚊子 这种香粉可以防蚊子 你今日可真美 天天又目光湿湿地看着张年夜 张年夜羞怯地低下了头 江云飞大了个哆嗦 胳膊上冒起了一片的鸡皮疙瘩 要是这两位特意压低了声音 可还是能够听见 哎呦 太腻尾了 真叫人听不下去啊 江云飞 趁着他们两个互相说着悄悄话 眼里只有彼此的时候 捏手捏脚地撤了 这会儿 园子里搭起的台子上 已经有林人在台上弹起了琵琶 唱着小曲 线下人也不多 零零散散 各种好吃的都摆上了桌 江云飞无处可去 干脆在戏台前面的桌前坐下 叫前家的家仆 上来一壶酒和几个下酒的小菜 悠闲地听起了小曲 林人们才艺绝伦 唱完小曲改舞一曲 时不时又穿插一个表演的小剧场 简直比连环晚会的节目还要丰富 江云飞看得起劲呢 天色渐渐地黑了 园子里的灯终于发挥了作用 把整个园子照得一片的透亮 江云飞听发了戏 往后一看 被林子里点起的千盏灯 迷住了眼睛 他放下酒杯 站起身来 向林子里走去 一人在园子里夜游 听着重鸣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七集 县下 府中的客人多了起来 有很多宾客在园子里夜游 但园子很大 并不显得拥起 江云飞走了一大圈 有点累了 到林子旁的湖边石头旁坐下 抬起头 欣赏着清幽的月光 顺便吹出凉风 醒一下酒 此时 身边突然响起 吸缩的声音 有人向他走了过来 江云飞转头一看 灯下来人 长身而立 玉面淡雅 林公子 好巧啊 江云飞扬起了笑容来 伸出手 跟林玉霞打了个招呼 林玉霞拎着两坛酒 走路过来 哎呀 是很巧啊 本想去取两坛酒来 在湖边赏月喝 没想到 还在湖边碰见你了 林玉霞说吧 拿了一壶酒来 递到江云飞的眼前 跳眉说道 要喝吗 这是桂花酿 你优点喝 不会醉人的 桂花酿啊 当然要喝了 江云飞伸手拿过 挤开酒坛 嗅了嗅 说道 比我家自己做的桂花酿 要香多了 果真还是专门酿酒的 大师酿酒才好喝 我就当你是夸我了 啊 我们林家呢 便是酿酒的 酿的酒 专供皇室所用 这桂花酿啊 是我自己酿的 从家中带来的 哇 那我可得多喝一点了 江云飞 迫不及待地 捧着酒坛喝了起来 纯香的桂花酿一入口 差点把江云飞 喝得晕了过去 她咽下了酒后 夸奖连连 这绝对是我喝过 最好喝的酒了 竟然比我喜欢喝的 米酒还好喝 林玉霞也喝了一口 一口酒滑入喉咙 舒畅地微眯起了眼睛 她笑着说道 好喝也莫要贪杯 若是醉了 贴近湖里 可就糟了 吴氏 不是有你在吗 况且林子里还有家仆 若是听见扑通声 还能不救了 江云飞 捧着潭子 又喝了一口 两头望着明月 又看了看 博光连连的湖面 感叹地说道 这样的夜色真是太美了 是啊 对了 还没重重地跟你说一声谢谢 江云飞扶着石头起身站起 才发觉脚下有些虚浮 之前听林人唱小曲的时候 已经喝了好些酒了 现在又喝了些 有点上头了 江云飞站稳了身子 捧着酒坛子 对林玉霄说道 多谢你的相助之恩 我在这里敬你三杯 江云飞说吧 碰着坛子 连喝了三口 你客气了 林玉霄回礼 也跟着喝了三口 见江云飞坐下时 身心摇晃了两下 赶紧说道 你别再喝了 再喝下去就要醉了 江云飞抱着酒坛 摇着头 我没醉 这么好喝的桂花酿 我自然要多喝一点的 林玉霄无奈 只得随她去了 等下若是醉了 叫前夫的仆人来打理便是了 哦 我让人给你送回去的马 你收到了吗 啊 收到了 啊 你们家的酒真好喝 贵吗 能不能骂我几坛 江云飞身子一歪 跌坐在了地上 哎 林玉霄捏了一把汗 我没事啊 江云飞摆了摆手 往后靠在了石头上 接着说道 哎 要是很贵 我买不起 我可以给你做几道 你没吃过的下酒菜 保证好吃 可以跟你换酒 可以 你也太好了吧 我来这里那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友善的人 江云飞抱着酒坛 说话也开始大舌头了 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朋友 林玉霄 宁身想想 随即笑着说道 哼 听起来似乎不错 去续 你都成亲了 若是跟其他男子做朋友 你相公 不会生气吧 哼 不会的 江云飞摆手 又抱着酒坛 灌了自己一口酒 完全已经是喝晕妥的状态 他人也很好的 给我住的地方 给我吃的东西 为了保护我 还娶了我 哼 林玉霄不太理解江云飞的话 不禁问道 为什么说为了保护你 还娶了你 嗯 就是有个坏人啊 非要让我嫁给他的外甥 他的外甥年纪大又死了婆娘 还要我嫁过去 那不是入火坑吗 所以我相公为了不让我 嫁给那个坏人的外甥 就娶了我 我们当时才刚认识呢 那你一定很喜欢你相公吧 江云飞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身体失衡 咚的一声 整个人栽倒在了地上 哎 你没事吧 林玉霄吓了一跳 赶紧过来查看江云飞的状况 却听到他嘴中嘟嘟喃喃的说道 喜欢啊 可喜欢了 林玉霄被逗笑了 心中羡慕不已 能够遇到两厢情愿的人 可真是幸运啊 林玉霄伸手去扶江云飞 想让他靠着石头睡觉 再准备去叫人 但是刚伸手碰到江云飞 耳边突然乍响一声 哎 你干什么呢 他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 冷冷地盯着他 林玉霄笑了笑 往后退 啊 他喝醉了 姬远清急步地走了过来 弯下了腰 把江云飞抱起 语气冷硬地说道 李他远点 他是我的 说完 姬远清抱着醉的 不省人事的江云飞 离开了这里 诶 林玉霄摸了摸后脖子 看着走远的身影 说道 什么人呢这是 江云飞被癫醒了 发现自己在马车上 四周蒙蒙亮 自己的脑袋 正在姬远清的腿上 这是哪儿 我怎么在马车上啊 江云飞 按了按阵阵 发疼的脑袋 昨晚喝得太多了 脑袋好晕呢 西远清 表情冷冷地看着他 回去的路上 江云飞 伸手撩起了车窗帘子 往外看了看 四周都是林子 前面还有一辆马车 想必是前天佑 和张年夜的马车吧 怎么赶夜路了 白老爷在柳州势力很大 前大人怕我们回去时 遇到阻扰 于是派人连夜送我们出城 一路赶回家去 哦 这样啊 江云飞 重新坐到了座位上 马车在道路上 颠来颠去 望得他头晕 他往下一倒 又重新枕在了 姬远清的腿上 不行了 我得再睡一会儿 昨晚喝太多酒了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八集 还记得跟谁一块喝的吗 头顶上传来 姬远清的说话声 声音有点闷闷的 江云飞想了想 说道 是林公子呀 我一个人在园子里逛得无聊 就在湖边赏月 没想到那么巧 林公子正好过来了 我们俩就一块儿喝了一点酒 啊 那还真是巧啊 对啊 姬远飞 没心没肺地说道 我跟他 怎么说呢 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他人也很好 是个很好的朋友 朋友 你们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喝酒的时候啊 姬远清沉默了 安静得像睡着了一样 江云飞伸手 戳了戳姬远清 你别想太多啊 我还跟他说你是个很大度很开明的人 绝对不会介意我跟他做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做朋友 缘分呗 江云飞 江云飞坐好 凑近了纪远清 试探地问道 你该不会吃醋了吧 没有 说话的声音依旧很是冷漠 江云飞绝了绝嘴 心里很是不爽 但还是很乖巧地解释 我跟林公子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也算不得什么朋友了 就是以后碰见的话 会请对方吃个饭 昨晚一起喝酒 只是凑巧罢了 也没说什么 光说你了 说你是个大笨蛋 只会欺负我 有事藏心里 生气就冷冰冰 讨厌死了 江云飞说着说着 话就偏了 眼眶一热 就滚出了眼泪来 臭纪远清 又这样冰冷冷地 跟自己说话 这样真是讨厌 江云飞委屈地哭出了声来 昨晚我在园子里一个人 我都不知道找谁玩 你不见人影 年夜有天又陪着 我也不好去打扰 我就跟林玉香 说两句话都不行吗 我一个人在园子里逛了一晚上 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 就我一个人 江云飞的话刚落下 人就被纪远清 揽入了怀中了 她的手轻轻地 抚摸着她的后背 对不起啊 让你在园子里自己 待了那么久 对不起 方才我对你说话 太冰冷了 江云飞扑在了她的怀里 戳气地说道 你不用说对不起了 是我太无理取闹 你答应要陪同前大人 走不开 我明白的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冷冰冰地跟我说话 我讨厌你这样 好 以后我不会了 嗯 江云飞的委屈消了 脑袋靠着她蹭了蹭 说道 我困了 还想睡 睡吧 我抱着你睡 江云飞靠在她的怀里 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黑暗中 纪远清轻叹着气 有件事 她还没有来得及 跟江云飞说 不说也罢吧 反正将来 她总会知道的 在前大人的游园会上 巡抚大人也来了 亲自带来了 相识的消息 虽然巡抚当面 夸了她文章做得好 是个文采斐然的人才 可是 临行前 前大人却说 这次的相识作废 所有的成绩都不作数 因为 很可能有人把考题提前泄露了 甚至连中了的举人 都要被收回头衔 所以 前天又中了举人的头衔 也被收回了 明年 其他地方的举人 都会去京城赶考 参加会试 考中的再参加电视 虽说 她不一定能过通过会试 可若是能去参加 就已经让人非常兴奋了 可是 她必须要等三年 三年之后 才会有下一场的相试 待考取取人之后 才有资格参加会试 三年 她如何耗得起三年呢 说好要给云飞和娘 好的生活 可是 还要等三年 所以 还要云飞在码头卖面 支撑整个家三年吗 西远卿不想 这个家 应该由她来扛才对呀 赶了三天的路 终于回到了秦夕村 在村口 钱大人派来的人 折返回去了 江云飞他们 这才往秦夕村走 啊 前天又 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她马上 就要去见张年夜的父母了 心里紧张坏了 张年夜 紧握着钱天又的手 天淡地笑着说道 你害怕什么呀 我爹娘可是很好说话的 只要你别说一些 不靠谱的话 他们绝对很喜欢你的 可是 我什么都没带 你爹娘 会把你嫁给我吗 前天又从白府出来时 就穿了一身中医 什么值钱的东西 都留在了白府的洗堂上 所以 这次来秦夕村 是空手而来的 什么都买不了 张年夜 笑着说道 我爹娘又不是那种贪财之人 他们不会在乎这个 他们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别紧张 一切有我呢 江云飞 效望着这一对才子家人 是啊 别紧张 年夜的爹娘 在村子里的民生素来不错 是很好说话的人 纪远亲伸手 拍了拍 钱天又的肩头 说道 欢迎你来清洗村 等婚期定下了 一定要请我们 去参加你们的婚礼哦 一定要 一定要 钱天又高兴地 合不拢嘴了 他伸手牵住了张年夜的手 说道 兄弟 我走了啊 祝我好运 张年夜 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看了看四周 娇沉地说道 我们还没成亲呢 你这样拉着我 若是让人瞧见 会说闲话的 好 不牵不牵啊 钱天又 立即宠溺地说道 完全就是 未来的宠妻狂人 钱天又和张年夜走了 江云飞和纪远亲 也回到了家中 刚回到家 李氏就引了上来 好好地打量了江云飞和纪远亲一眼 这才放下心来 唉 你们走了那么多日 可吓坏我了 我真怕你们有什么不妥啊 这次匆匆忙忙地去柳州 是为何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是为了远亲上次相识的事情 您知道吗 远亲是投名啊 就是让坏人把卷子换了 所以才会落榜 我们去了之后 知府大人给我们平反了 恢复了远亲的投名 真的吗 这么说 我们家远亲 现在是举人了 是啊 远亲是举人了 李氏高兴坏了 赶紧跑到他爹的牌位面前 抱住了牌位 脸上的笑容 却变成了哭泣 眼泪扑朔着往下掉 孩子他爹 你听见了吗 我们远亲靠中举人了 靠中了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九集 呃 不是举人 齐远亲脸上无奈 他不想欺瞒他们 其实投名 为何不是举人 江云飞不明白 姬远亲的意思 姬远亲 长叹了一声 唉 从柳州回来时 钱大人同我说了 巡抚大人的决定 因为发生了作弊之事 可能在考试之前 试题就已经泄露了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这次相识的成绩 会被取消 都不作数了 怎么这样啊 这样说 钱天佑的举人名号 也作废了 嗯 不是这个消息 便会从柳州传来 远亲啊 李氏已然擦掉了 脸上的眼泪 走过来抓住了 姬远亲的手 轻轻地拍着 安抚道 这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考中投名了 就已经把你爹的 心愿实现了 至于举人的名号 我们明年再考 既然能考一次投名 定能再考一次 下一回相识 要三年之后了 姬远亲这话 可把大家紧了一跳 三年 白白耽搁三年 最不好受的 其实是 姬远亲自己吧 没关系 三年就三年 正好 趁着这三年呢 你把基础打好 做好万分的准备 然后一股作气地 考上近视 嗯 我一定会努力的 李氏伸出手 拍了拍姜云飞的胳膊 笑着说道 赶了几日路 一定累了吧 赶快去把包袱放下 娘给你们做好吃的 吃了睡一觉 歇息一下 好 姜云飞点头 因为走得太急了 她没来得及给李氏 买雪花糕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提着只有衣裳的包袱 进了屋里 把包裹里的衣物 塞进了衣柜中 放好东西之后 人就倒在了床上 坐马车一路颠簸 差点没把她的骨头 都颠散下了 姬远亲近屋来 准备换一身轻便的外衣 现在外头 日头出得正大呢 她身上穿的外衣 太过厚了 好累啊 倒在床上的姜云飞 发出了垂死挣扎的声音 姬远亲把袖子折好 走到床边 垂首时 一缕长发也跟着跌了下来 要不要我给你按 嗯嗯 姜云飞 小鸡着迷式地点头 伸手拍来拍自己的肩头 这里酸 姬远亲在床边坐下 伸手探向姜云飞的肩头 手指用力地一捏 哎呀 轻点 太大力了 姜云飞 呼腾连连 啊 好 我轻点 姬远亲赶紧 放轻了力度 这样还行吗 很舒服 李氏端着油炸的红薯丸子 走到了门口 正好听到这话 脚下猛的一顿 转身把红薯丸子放在了桌上 他赶紧离开了屋堂 还顺手把门带上了 哎 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 胆大包天的 也不知道把门关一下 李氏说吧 一阵的窃喜 怕是离抱孙子 已经不远了 姬远亲按着按着肩膀 顺便把他的背 两只胳膊 还有腰 也给按了一遍 力度刚刚好 全身僵硬的姜云飞 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开始犯困了 眯着眼睛就要睡着 姬远亲 你在不在啊 忽然家里来了人了 听声音是前天佑的 姜云飞疏得睁开了眼 困意顿时就没了 前天佑怎么来了 姜云飞爬起来 连忙穿好鞋子 和姬远亲一起出门 来到了院子里 到自家校院一看啊 不仅前天佑来了 而且张年夜也来了 两人手拉着手 像是一对落难鸳鸯 张年夜的眼睛又红又肿 像是哭过 怎么了这是 李氏从厨房出来 他已经听及远亲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过了 前天佑气呼呼地说道 年夜他爹把我们赶出来了 说我们做了丢人的事 他们丢不起这个人 要跟年夜断绝关系 不会吧 张叔和李仪最疼爱年夜了 怎么会把你们赶出来 我爹娘定是急坏了 所以才说了这样的话 那就在沈子家里住下 反正我们家还欠你银子 你住多久都行 我现在就帮你们铺床 心里是这么一说 前天佑才想起 自己当初借了五十两这事 心中顿时大喜 这次被扫地出门 身无分文 可算是有点保障了 前天佑笑嘻嘻的 最特别的甜 谢谢沈子收留我 等将来我发达了 定忘不了沈子 你这雪中送她的情谊啊 你这孩子 李仪笑着摇头 转身往屋里走 把以前前天佑住的书房 给收拾了出来 先坐吧 江云飞指了至一旁的石凳 见他们坐下之后 转身进了屋子 把大堂桌上放置的一小竹筐的 红薯丸子给拿了出来 吃点东西 慢慢说 红薯丸子摆在眼前 前天佑和张宁夜 却没有一口吃 有什么打算吗 姬远青问道 怎么说我也是个举人 就算没得家里扶持 我也总饿不死啊 江云飞和姬远青 脸色尴尬 相视成绩一事 前天佑还不知道呢 江云飞想 早知道还不如晚知道 好歹能够早做打算 远青临行前时 贤大人跟他说了 相视的成绩会取消 也就意味着 你的举人头衔会被收回 为什么呀 前天佑果然反应很大 目光直逼向姬远青 愤怒地说道 作弊的人不是我 我是凭自己真本事考上的 凭什么收回我举人头衔呢 是寻服大人的决定 说怕在考试之前 考题就已经泄露了 所以取消了这次考试 前天佑气急 也不想当着张年叶的面爆发 他伸手抓了一把红薯丸子 塞到了嘴里 发泄式地嚼了起来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集 张年叶伸手抓住了前天佑的胳膊 带眉微醋 说道 你别噎着了 这次没考成 以后再考便是 不论你有没有考中举人 我这辈子都会跟着你 前天佑咽下了口中的红薯丸子 叹气一声 哎 下次相识是三年之后了 我怎能让你跟我吃三年苦呀 张年叶摇头笑着说道 不苦 只要能在你身边 怎么样我都不觉得苦 年叶 前天佑感动地握住了张年叶的手 江云飞见词不由笑着问道 你们两个的喜事打算何时办啊 一提到澄清 张年叶就脸色羞涩地低下了头 前天佑看了张年叶一眼 原本呢 想见过年叶的父母后 就直接提亲的 尽快娶年叶过门 可现在他父母不同意 我怎好不经他们同意 就娶了年叶呢 这未免也太绝情了 将来呢 更难修复关系的 可你们一块住在我家里 村子里闲话最多了 怕是对年叶名声不好 且年叶被掳走 已经在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将来肯定会听见难听的话 若是你们澄清的话 一切流言就不消而散了 这 前天佑依旧有欲 她得不到她父亲的祝福没关系 但她希望年叶能够得到她父母的嘱咐 我同意 若是不能跟你澄清 而回到那个家去 我也是一句行事走肉 我要跟你澄清 我爹娘现在想不明白 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们会原谅我的 年叶 你愿意吗 哪怕我连个像一样的婚宴都没法给你 什么都没有 我愿意 张年叶重重地点头 江云飞看着这一对 笑着说道 谁说婚宴什么没有 保证把喜糖给你们俩准备好了 虽比不得你之前那场婚宴 但该有的都有 前天佑把婚期定在了第二日 既然她什么都没有 张年叶也愿意嫁给她 她自然应该积极一点 江云飞的卧室里灯火通明 此时她正帮着张年叶 试穿嫁衣呢 嫁衣是她之前穿过的嫁衣 哇 待张年叶穿好之后 江云飞看得眼睛都直了 太好看了吧 这还是我之前穿过的那件嫁衣吗 完全是两个样子 当时江云飞嫁给姬远秦时 又瘦又小 简直没法跟腐白貌美的张年叶比 张年叶被夸得脸蛋通红 轻声地说道 哪有你说得那么夸张 咚咚 卧房的门被敲向了两下 江云飞小跑过去开门 原以为是李氏 没想到门外敲门的是记纸柔 纸柔 江云飞浑身不自在 毕竟曾经记纸柔 为了前天又干了那么多糊涂事 现今张年叶要嫁给前天又了 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应该觉得很难过吧 回事来送口汁的 婶婶让我送来的 进来吧 江云飞侧身让开条道来 屋内正在整理头发的张年叶 见到记纸柔进来了 也是一顿 她望着记纸柔一时无语 恭喜你啊 能嫁得有情郎 记纸柔走了过去 把口纸放在了书装台上 见张年也表情相应 她不仅笑了笑 说道 别紧张 我可不是来宣战的 我是来祝福你的 祝你们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记纸柔说吧 转身离去 谢谢你 张年叶也放下了成见 与记纸柔宾室前仙 记纸柔的脚步没有停下 她继续往外走 回到她自己住的屋里去了 来吧 给你盘个头发 化个妆 先看看效果 江云飞合上了门 反身走了回来 继续替张年叶打扮 两人梳妆打扮 一直折腾到了很晚 才歇下了 一日 一大早就起身来 沐浴正是梳妆打扮 准备出嫁 感谢您的收听